在未来的地球上 出现了这样一种人类 他们有别于常人 生来就具有特殊的能力 在那个世界中 人们称其为祝福者 因为一个被称为 冰之魔女的祝福者 整个世界都被冰雪覆盖 饥饿 疯狂 笼罩着整片大地 人们在这绝境中艰难地生存 向火焰祈求着祝福 在某个村庄中 女孩挥动斧头 砍下男孩的手臂 女孩名叫露娜 而男孩则是她的哥哥阿格尼 阿格尼痛苦地喊着 但是很快地 她的手臂开始再生 并立马恢复成了原状 妹妹似乎不忍心再继续 但哥哥却表示完全没有问题 今天还差七次 快继续吧 村子坐落在山脚下 阿格尼和露娜 拿着刚砍下来的手臂 挨家挨户地送去 身为再生祝福者的阿格尼 每天都要将自己的手臂砍下 送给村民作为食物 而村民们也十分感激兄妹俩 在这末日之下的村庄里 人们似乎已经开始接受 食用同伴的肉体 除了阿格尼外 露娜也是再生祝福者 她清疼哥哥 提出从明天开始 切自己的手给村民吃 但阿格尼却不同意 露娜的再生能力很弱 长出新的手臂需要一个小时 阿格尼和露娜碰了碰拳 她发誓 要在这末世中 保护好自己的妹妹 两人来到了瓦娜大叔家送肉 但瓦娜大叔已经在床上死去 她是饿死的 她没有吃兄妹俩送来的人肉 阿格尼有些自责 露娜安慰哥哥 这一切都是冰之魔女的错 要不是她将这个世界变得寒冷 大家就都不会死了 无论是瓦娜大叔 还是爸爸妈妈 露娜抱着阿格尼 身为兄妹 彼此都是自己在这世上 唯一的寄托 夜晚 兄妹俩吃着阿格尼的手臂 做成了炖汤 嬉笑着 露娜读到书中 描写景色的句子 那是她从来也没有见过的景象 阿格尼告诉露娜 过去的日子 非常的温暖 在炎人的夏季 大家就会去河里游泳 河水凉凉的 很舒服 露娜看着哥哥的笑脸 阿格尼每次说到过去的事 都会很开心 两人约定 等世界复原 就一起去周游世界 第二天 村里的祭司 为瓦娜举行了仪式 他们能够理解 瓦娜无法接受使用人肉 但祭司也认为 绝对不可以向死亡低头 哪怕要承受所有的痛苦 也绝不能接受死亡 大概正是有这样的决心 人们才能在这末日中生存下去 仪式结束 祭司把城里的旅行者 带来的牛奶 给了兄妹二人 三年前 祭司和村民们 捡到洞倒在村外的 阿格尼和露娜的时候 就明白 这个世界的未来 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 从那时起 祭司和村民们 就已经发誓 要善待这两个孩子 某天 阿格尼在村外打猎 今天她的运气不错 竟然在山上 发现了一只鹿 她投着鹿 向村子走去 决定把她分给妹妹 和不愿吃人肉的村民们 一阵隐情的轰鸣 阿格尼抬起头 看见了一架飞机 朝着村子的方向飞去 她急忙跑回村子 在飞机上 下来了许多的士兵 粗暴地 将村里的老人 集中在了一起 带头的首领 让手下对老人客气一点 并告诉手下 今天可不是来抓奴隶的 阿格尼听到奴隶二字 赶忙冲上前去 质问对方的来意 首领看见阿格尼 主动握住她的手 并做了自我介绍 首领的名字叫德马 她并不是来闹事的 只是想来村子里 借点吃的和汽油 阿格尼拍掉德马的手 表示这里没有食物 分给她 德马并没有对阿格尼的 无力感到恼怒 但她却说 会自己拿走食物 作为谢礼 她表示可以让阿格尼 成为贝西姆德鲁克的居民 在德马的口中 那是一个由他们的国王 创立的自由国度 并且正学阿格尼 这样的年轻人 只要有能力 便可以出人头地 而当战力凑齐后 就能打倒兵制魔女 为这个世界夺回绿色 阿格尼正正地 听着德马的话 但她还是有必须 生活在这里的理由 德马感叹阿格尼的顽固 士兵们却急冲冲地 跑了过来 他们发现了 不得了的东西 士兵们向德马汇报 经过他们搜查过后 发现这些村民的家中 全部都储藏着人肉 这是一个吃人的村庄 德马有些吃惊 阿格尼刚想要解释 但德马却已经 回头走上了飞机 走吧 这里已经没有村子了 他们已经不是人了 阿格尼似乎对德马 这样形容村民感到愤怒 德马问阿格尼 村子里有没有祝福者 阿格尼认为德马是想抓奴隶 才问的 于是便撒了谎 德马看了看自己的手 他告诉阿格尼 自己是一个祝福者 但他的力量只为国王而用 如果国王在这的话 绝不会放过这些食人魔 阿格尼大声质问 德马究竟想要做什么 德马转过了身 他将手对准了阿格尼 我的火焰 在将你们烧成焦炭之前 是不会消散的 不知过了多久 村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地面上都是被烧焦的尸体 我的火焰 在将你们烧成焦炭之前 是不会消散的 德马的话 仍在耳畔回响 能够快速再生的阿格尼 无法停止地 在这无法熄灭的火焰中 感受着痛苦 那是超越想象的痛苦 无法思考 甚至连悲鸣都发不出 雪地中 赤裸身体 披着火焰的阿格尼 向神祈祷 他请求神 保护自己的妹妹 露娜 过去 曾带给大家希望的再生能力 如今成了痛苦的枷锁 又不知过了多久 阿格尼发现 当他想着 拒绝手腕的再生时 手腕就会保持焦炭的样子 他终于在这 永结不复的痛苦中 找到了解放的手段 死了便能解脱 就这样死吧 死了 就能见到爸爸妈妈 阿格尼的意识逐渐模糊 但一身哥哥 却又将他拉回了现实 不远处 妹妹露娜 也同样遭受着 和自己一样的痛苦 并且由于再生能力的差别 露娜已经接近于焦炭了 看着妹妹在自己的眼前死去 是多么残酷 但是如此一来 全家变成团聚了 大家可以一起去河里游泳 可以在草原上散步 可以吃各种各样的食物 沉浸在幻想中的阿格尼 朝着露娜爬去 两人又碰了碰拳 要活下去 已经被烧成骷髅的露娜 用自己最后的力气 说出了这句话 阿格尼停止了幻想 她抬起头 眼前只有妹妹 焦黑残缺的尸骸 妹妹的英容 祭司的话语 自己的想象 阿格尼痛苦的悲悯 这一切 都只是因为那个男人 他们已经不是人了 阿格尼握紧了拳头 这是妹妹的希望 活下去 即便被仇恨的火焰包裹着 也要让那个人变成焦炭 烈火无休止地焚烧着阿格尼 第一年 她只能在痛苦的哀嚎中度过 第三年 她能够站起身来 一边吐血 一边缓慢地走着 为了转移疼痛 她无数次地 把自己的舌头咬烂 第五年 阿格尼的大脑 逐渐习惯了疼痛 身体可以自由行动 但是燃烧着的火焰 还是让她无法正常呼吸 又过了三年 阿格尼的再生能力 再一次觉醒 她将火焰 集中在身体上 使脸部露出 于是 她终于可以正常地呼吸 雪地里 是和妹妹残缺的合影 脑海中 是妹妹临死前 留下的话语 阿格尼握紧了拳头 德玛的脸 浮现在了脑海中 一定要杀了那家伙 无论用多么残酷的方法 都要把她 也烧成焦炭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 贝西姆德鲁克的卡车 正在运送着奴隶 在那里 长得漂亮的人 会被卖给有钱人 难看的 会被当作生育机器 而男性 则全部拉去干活 直到累死 运输奴隶的士兵 并不认为 这有多么残忍 他认为在这末世中 生活在贝西姆德鲁克的奴隶 至少不用饱受 寒冷和饥饿的折磨 士兵队长命令大家 把车停下 他下了车 来到卡车的后面 面对着奴隶小便 一边接手 还一边决定着奴隶们的命运 一位年纪稍长的奴隶 向队长祈求 希望队长能给他身边的孩子 一点水喝 身为祝福者的队长 看似好意地 变出了铁纸的杯子 但他去向小便 尿进了杯中 队长递过 装有尿液的杯子 士兵在他身后发笑 十秒后我就扔了 大人接过杯子 让孩子闭上嘴 为他润润嘴唇 士兵们见奴隶 真的喝了尿 笑出了声 车子里 另一个年轻的奴隶 瞪着队长 队长认为 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 于是把那奴隶 也拉了出来 要和其他年老的奴隶 一起就地处死 枪口抬起 奴隶倒下 一个接着一个 轮到了年轻的奴隶 他向神祈祷着 士兵没有开枪 远处的一个人影 吸引了他的注意 队长将身体化作钢铁 准备运队 这不速之客 但在走来的 阿格尼的眼中 这处形的现场 又让他回想起了 自己的村子 阿格尼燃烧着的身体 在年轻的奴隶面前经过 看上去 是如此强大有力 紧紧几下 阿格尼杀死了 所有的士兵 当然也包括队长 德玛留下的 无法熄灭的火焰 此时成为了 阿格尼手中 无敌的盐权 冰雪 饥饿和疯狂 笼罩着这片 被诅咒的大地 生活在这其中 被冻僵的人们 无时无刻 都在祈求着火焰 而此时 在现场的奴隶们的眼中 阿格尼的身影 就仿佛神明一般 这是在许多年前的 深藏在阿格尼心中的 温暖记忆 爸爸 露娜和阿格尼 坐在火炉前 爸爸说着 火焰如果没有柴星 就会消灭 而人如果没有食物 也就活下去了 爸爸将两个孩子 拥在怀中 亲切地告诉孩子们 他们就是爸爸的柴星 无论如何 都得好好地活下去 阿格尼 你的柴星 又是什么呢 对话停在了这一句 阿格尼睁开眼 温暖的回忆 只不过是一场梦 现实是冰冷且残酷的 阿格尼和露娜 戴着手铐坐在墙边 眼前是将爸爸妈妈 杀死的凶手 他们也将阿格尼和露娜 视为柴星 只不过 这次是字面意义上的 休息的时间 兄妹被绑在了小房间里 善良的露娜 还是将一切 归罪于冰之魔女 无论是自己的遭遇 还是人们人性的扭曲 如果没有冰之魔女 就不会变成这样 房间的门打开了 坏人拿着刀走了进来 他走到露娜的面前 拉下了拉链 阿格尼想要反抗 但他被禁锢着 完全没有办法 只能任由对方殴打 露娜害怕地大叫 坏人却没有停手 反而一拳又一拳地 打在露娜的脸上 叫他住嘴 并且又杀了阿格尼 来威胁露娜 阿格尼 你的柴心又是什么呢 阿格尼钻紧了拳头 他疯了一样的用力 小臂的骨头断了 尖锐的断口戳穿了皮肤 但阿格尼还是挣脱了颈骨 仅仅一瞬间 他的手臂又恢复成了原状 阿格尼捡起坏人 丢在地上的刀 露娜把眼睛闭上 他朝着妹妹喊道 我是让你闭嘴了吗 坏人回头 但手起刀落 砍刀已经深深地 劈进了坏人的脑袋 为了逃走 阿格尼不得不砍下妹妹的手 但这是最后一次了 他再也不会让妹妹受到伤害 因为他的柴心 就是露娜 活下去 阿格尼喘着气 他停止了挥拳 眼前 只有一座 在寒风中铸立的大桥 和若干个被烧焦的尸体 因阿格尼而获救的奴隶 告诉阿格尼 过了这座桥 就能够到达 贝西姆德鲁克的领地 面对人们的感激 阿格尼只是淡淡地说 他从没有想过要救人 只不过是要杀一个 他想杀的人而已 阿格尼沿着桥离去 年轻的奴隶跟了上去 他告诉阿格尼 自己叫做桑 桑大声介绍着喜欢的食物 但是阿格尼 却完全没有理会 桑跟了上去 他不过阿格尼 让他滚开 只是自说自话地跟着 您一定是神吧 我刚才向神求救了 你就来救我了 阿格尼敷衍地否认 并说自己并没有想过要救人 桑为了让阿格尼 允许自己跟着 主动拿出了他的宝物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所以可以给你舔一口 桑从包里 拿出了一小泡砂糖 递给了阿格尼 可是大桥上 寒风肆虐 砂糖一下子就被吹走了 阿格尼依然不理会 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远处 贝西姆德鲁克的士兵 观察着两人 一个火焰系的祝福者 把我们的战士 全部都烤焦了 还有一个小鬼 士兵们决定在晚上 趁着夜色动手 天色渐暗 桑仍然跟在 阿格尼的身后 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 桑摇摇晃晃地走着 渐渐地支撑不住 倒在了雪地里 桑 时间回到 桑还没离开村子的时候 那时村里的人们告诉他 神对他下了旨意 要他离开村子 出去生活 但桑的哥哥却说 那都是骗人的 大家把桑赶出去 只是因为村里的粮食 越来越少了 桑还这么小 又整天傻里傻气的 给他吃饭也是浪费 哥哥虽然这样说着 但却在告别的时候 千叮万主 要桑好好活下去 桑从梦中醒来 他睁开 已经清满了泪水的眼睛 发现身边非常的暖和 原来是阿格尼 坐在他的身边 阿格尼把桑 带到了不远处 一座废弃的房屋 桑想拜托阿格尼 帮忙点燃火堆 但是阿格尼身上的火焰 太过危险 没有办法 桑只好自己想办法 只见他拿起了一根柴火 接着 伴随着一阵光亮 和闪电特有的琵琶声 木柴就被点燃了 原来桑是店的祝福者 但他的能力比较弱小 点燃火堆后 桑钻进了睡袋中 他再一次向阿格尼道谢 虽然桑看上去傻乎乎的 但他也有着 一定要活下去的决心 临睡前的桑 念叨着 那些他无论如何 也不愿忘记的东西 哥哥 砂糖 村里的人们 还有砂糖 这都是桑最爱的东西 所以他不愿忘掉 阿格尼吐槽 桑只有砂糖说了两遍 桑说 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 并问阿格尼喜欢什么 片刻沉默 阿格尼告诉桑 他喜欢吃炖菜和肉 不一会儿 阿格尼站起了身 他告诉桑 在天亮之后 他就会离开 到时候 就不要再跟着他了 桑没有回应 他已经进入了梦乡 阿格尼看着桑 熟睡的样子 突然 身上传来了一阵剧痛 那是火焰灼烧的痛楚 每当阿格尼松懈了神经 那痛楚 便会越发的明显 必须要想点事情 来淡化疼痛感 阿格尼又想起了德玛 那个罪魁祸首 杀了他 阿格尼让仇恨 充满心中 使其他的事 无法干扰自己 突如其来的一枪 射穿了阿格尼的头颅 那是贝西姆德鲁克的士兵 士兵见阿格尼倒下 便准备向醒来的桑冻手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阿格尼并不是火焰的祝福者 那双眼拳 只是抓住士兵的围巾 便将它烧成焦炭 士兵们继续朝着阿格尼开枪 但阿格尼的疼痛 却渐渐缓和 每当殴打他人的时候 身体被子弹击中的时候 阿格尼便能感受到愉悦 轻而易举的 阿格尼并干掉了几个士兵 但带头的队长 却将桑作为了人质 阿格尼冷静地表示 自己和桑没有关系 对方要杀便杀 但在他的眼中 弱小无助的桑 让他回想起了露娜 桑哭着鼻子 感谢阿格尼的救命之恩 并对他说道 我也许马上就要死了 那么就请连我的分译器 活下去吧 要活下去 队长将枪抵在了桑的眉心 但是突然 桑推开了队长的手 并且哔哩哔哩地开始放电 桑的电力非常微小 队长并没有受到实质的伤害 他又举起枪口 对准了桑 但是此时 山上发生了雪崩 大雪冲击着三人 不知过了多久 雪崩停了下来 阿格尼站起了身 他又想到了 刚才桑说的话 请连我的分 一起活下去吧 阿格尼在雪地中 大喊着桑的名字 发了风似地寻找着桑 燃烧着的双手 能够很轻松地 拨开厚厚的雪 但到处都没有桑的踪迹 阿格尼趴倒在地上 就在这时 他看见了桑的手 从他边上的雪堆中伸出 桑离开村子的时候 哥哥给他准备了砂糖 干粮还有睡袋 虽然他很傻 但他其实明白 大家之所以 要把他赶出村子 是因为村子里 只有他还没有感染瘟疫 桑从昏迷中醒来 他不敢相信 自己还活着 果然 阿格尼是神派来的使者 但阿格尼却说 这只是偶然 我还毫发无伤地活着 这一定是奇迹 这 这是奇迹 桑在离开村子前 听见了大人们 在讨论 要将瘟疫的事 瞒着他 这是他们保护桑的 一种方式 善良的桑 他的性格 就如同他的名字 在遥远的过去 那是太阳的意思 仅仅是存在着 就能够照耀万物 他一定能够 温暖这个世界 大人们这样说着 而桑也把这些话 都记在了心中 为了回应这种气派 他决定 要好好地活下去 桑继续死皮赖脸地 跟着阿格尼 但阿格尼 却趁他尿尿的时候 悄悄地离去 完事的桑一转头 阿格尼的身影 已经不见了 阿格尼的心中 一心为了复仇 他不能 也不想被其他事情 分了心 桑发觉 阿格尼走过的地方 雪的花 于是便准备 沿着印记 找到阿格尼 突然 一阵引擎的轰鸣 一个人和一辆摩托车 出现在了桑的面前 那人将桑带上摩托车 并说自己叫做尤达 摩托车没开多久 两人便看见了 燃烧着的阿格尼 桑下了摩托车 朝着阿格尼跑去 但两人还没说一句话 尤达已经将 阿格尼的头颅砍下 火焰从武器上 烧到了尤达的手臂上 他十分果断地砍下手臂 那断臂上的火焰 直到把手和武器 都烧成了焦黑 才渐渐熄灭 这是德马的火焰 尤达自言自语道 并且他的右臂 也已经再生 尤达通过无线电 叫来了许多的士兵 他们通过不间断地 向阿格尼的头开枪 延缓他再生的速度 接着 他们又拿来了防火部 准备把阿格尼 带回贝西姆·德鲁克 尤达走到桑的身边 他给桑系上了一条围巾 并嘱咐 他好好顺从的话 贝西姆·德鲁克会需要他 尤达转身离去 告诉士兵们 这个奴隶就交给他们了 另一边的士兵们 仍在不断地 朝着阿格尼的头开枪 但此时 有更加重要的事 吸引了阿格尼的注意 尤达脱下了头盔和防风眼镜 他捡起了自己烧焦的断臂 阿格尼看清了他的脸 那是和自己的妹妹 一模一样的脸 被防火布包裹着的阿格尼偷入 而士兵们 一起回到了贝西姆·德鲁克 子弹的射击仍没有停歇 但此时阿格尼的思绪 全在尤达的身上 尤达熟练地抽着烟 但他的面容 明明就是露娜的脸 阿格尼看着尤达 突然被远处的绿色 吸引了目光 那是植物的颜色 在贝西姆·德鲁克 楼房林里 俨然就是一座都市 尤达告诉士兵们 不要停止开枪 他则要去把德马叫来 另一个男人问尤达 为什么不直接把阿格尼杀了 尤达表示 因为这种情况比较特殊 还是想先调查清楚 尤达把潮了的烟扔在了地上 阿格尼又想起了露娜 露娜 尤达 尤达 露娜 香烟被阿格尼的火焰点燃 烧成了灰 活下去 妹妹临死前的样子再次浮现 露娜她 已经死了 阿格尼咬紧了牙关 她不再为尤达的面容动摇 另一边 桑被带进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有一条狗和一个女人 女人名叫奈奈特 她知道 待在这里 很有可能意味着成为男人的玩物 桑表示她要逃走 她要离开这里 去救阿格尼 奈奈特13岁了 桑只有8岁 两人计划着逃跑 桑说她其实是一个祝福者 更告诉奈奈特 自己可以放电的事 奈奈特听完后 却告诫桑 最好不要把祝福者的事 告诉别人 因为在这贝西姆德鲁克 根据祝福的不同 很有可能会受到非人的待遇 两人继续商量着 奈奈特和桑约定好 等人来了之后 她做出吐舌头的动作时 桑就哔哩哔哩地把人放倒 接着 便一起逃了出去 就在这时 门开了 两条狗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名叫杰克的男人 态度似乎不错 当奈奈特 问他两人的工作 是什么的时候 杰克却说 要先和两人互相了解一下 几句话过后 奈奈特和杰克 似乎坦诚相待 奈奈特流之泪说 自己一开始 还害怕地打算逃走 但再想想 他已经没有亲人了 与其逃走 不如去留在这里 受人照顾 杰克拥抱了奈奈特 并说自己会照顾他的 他在杰克肩头 泪眼婆娑的奈奈特 却向桑吐了吐舌头 可桑没有反应过来 反而大笑了起来 奈奈特凑到他的耳边 质问他 怎么会忘了暗号 此时杰克 却说要向两人介绍工作了 杰克摸了摸 他带来了两条狗 对奈奈特和桑说 跟这些家伙啪啪啪啪 就是你们的工作 奈奈特变得惶恐 而桑却不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杰克要两人脱了衣服 把屁股撅起来 桑发现工作内容 居然这么简单 于是立马照做 当他脱下裤子的时候 空气凝固了 你是男的 桑 奈奈特惊讶地说道 而杰克也十分生气 他跑过来抓着桑 但桑却趁着这个机会 放电电倒了桑 奈奈特和桑跑出了房间 突然 桑摔倒在了地上 他的双腿被人砍断 通道里 一个健壮的男人 拿着斧头 杰克从房间里走出来 让那名叫伊万的健壮男人 不要对桑动手 这宝贵的店里祝福者 还有大大的用途 杰克利用自己的能力 将桑的伤口止住 他告诉桑 接下来 桑将被绑起来 一辈子不停地发电 而这 便是王 赐予他的使命 阿克尼大人 桑在心底 默默地呼喊着 吸烟室里 尤达 伊万和杰克在这抽烟 他们讨论着阿格尼的事 从他们的谈话中来看 德玛似乎得了某种心理疾病 已经很久没有和其他人一起行动了 这一次 还是尤达告诉他 有一个忘了的东西在这 才把他请出来 士兵们仍旧在朝着阿格尼投入开枪 虽然已经过了很久 但阿格尼的眼神仍旧十分凌冽 士兵们开枪换弹的节奏 出了点小问题 而阿格尼抓住了这个时机 他从嘴巴中吐出燃烧的子弹 子弹弹到士兵的身上 而阿格尼又抓住了另一个士兵的脚踝 只是一个瞬间 两个士兵并在火焰中丧身 不远处 不及子弹的士兵刚刚走了过来 阿格尼已经复原的身体 朝着他攻去 但是 突然一阵炎波袭来 阿格尼被狠狠地击中 让释放炎波的男人 让士兵去把尤达喊来 阿格尼抬起头 一个长着胡须的老人 站在他的面前 他看着那人的脸 德玛 阿格尼说出了那个名字 但德玛却已经不记得阿格尼了 阿格尼接近德玛 但却被德玛的火焰再次击倒 德玛看着阿格尼身上的火焰 你究竟为什么还活着 德玛一次 又一次地释放着火焰的冲击 但阿格尼也一次 又一次地站起身 你杀了我的妹妹 阿格尼说道 德玛看向了别处 真的是我杀的吗 阿格尼再次冲上去 德玛又一抬手 杀了你妹妹了 真的是我 德玛说着 那你怎样 才能原谅我 阿格尼没想到 会从德玛的口中 听到这样的话 可德玛却露出了悔恨的表情 除了死以外 什么都行 怎么样 才能原谅我 这当然不是用说的 就能做到的 阿格尼怒吼着 挥动着眼泉冲来 不知在何处 一个名叫利赫田的人 针对着相机拍Vlog 他不太熟练地 说着自己对电影的喜爱 在这末世中 电影是他的精神寄托 但是 存放着电影的家 被贝西姆德鲁克炸掉 从那时起 他的心也被冰雪覆盖 不过有一天 利赫田的手下 拍到了阿格尼的身影 阿格尼的身姿 吸引了利赫田 他决定自己成为导演 并让阿格尼主演 拍出属于自己的电影 而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去贝西姆德鲁克 把阿格尼抓过来 那么电影叫什么名字好 神秘故事 雪中真相 烈焰计划 嗯 就叫火焰人吧 而在贝西姆德鲁克 那燃烧着的阿格尼 此时 已经变成了焦黑的尸块 德玛的手颤抖着 他跪在地上 呕吐着 阿格尼焦黑的身体下 仍然有一部分 在燃烧着 即便被烧成了碳渣 赠物的火焰 也没有熄灭 阿格尼的身体 从那小小的一块 开始重生 德玛看着阿格尼站起身 继续祈求着 对方的原谅 我一直在想 阿格尼开口说道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话音未落 阿格尼再一次地 冲上前去 可随着德玛的一台手 他又一次失败了 这时 尤达来了 他向德玛询问情况 德玛告诉尤达 他无论如何 都无法杀死阿格尼 德玛甚至认为 这是针对他的诅咒 尤达觉得德玛 在胡言乱语 他提出将阿格尼的头 扔进海里 来解决这一几手的家伙 德玛 你的长假 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尤达吸着烟说道 你给我留在贝西姆德鲁克吧 德玛没有看向尤达 只是略带讽刺地说 真亏你能在这里保持正常 尤达表示 自己已经活了130多岁了 过了这么久 情感也变得单薄了 早就已经不正常了 他们的话里 似乎预示着 在这贝西姆德鲁克 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尤达和士兵们一起 准备搭乘地下电车 前往海边 也许是出于谨慎 也许是出于好奇 贝西姆德鲁克的 另外两位大师 同样也是 再生祝福者的伊万和赛蒙 也准备一起前往 这时 一位士兵带来了一个孩子 士兵对赛蒙大师说 今天是这孩子 第一次参加工作 而他的哥哥 被火焰男给杀了 希望能让大英雄 给他一点祝福 赛蒙走到孩子的面前 吸了一口烟 并俯身 将烟吐在了孩子的脸上 孩子有些紧张地 感谢赛蒙大师 而一旁的尤达 又突然做出祈祷的样子 他闭着双眼 告诉孩子 他听见了国王的声音 从空中传来 国王希望孩子 能完成他的使命 而那安宁的灯火 便会照亮他前方的路 加油工作吧 尤达摸了摸孩子的头 孩子万分感激地走开了 你这戏 演得也太别叫 电车在隧道中前进着 伊万带着顺道去采炎的士兵 和分配给他的奈奈特 坐在最前面 赛蒙和尤达 坐在中间的车厢 而中有阿格尼投卢的箱子 则被放在了最后面 由于无聊 伊万和士兵们 准备在奈奈特的身上 找点乐子 奈奈特放声求救 但却被伊万死死地置住 这时 突然有一个人 从车上的袋子中钻出 看来火焰人不在这里 那人说着 并走到了伊万和奈奈特的身后 有一名正要被 贝西姆德鲁克士兵侵犯的少女 那人说着 她的话引起了 伊万和士兵的注意 众人转过身 发觉一个黑发的女人 正举着摄套机站在那里 她就是丽和田 丽和田并没有阻止 士兵们的行为 反而拼命地怂恿 甚至说 在她的电影里 需要这样的镜头 拍电影 是喜欢电影的丽和田 目前在这末世中 最想要做的事 她此次前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到 自己的电影主角 阿格尼 快上呀 丽和田还在那喊着 现在你们越是 在摄像机前做坏事 就越能把我之后 杀你们的行为正当化 所以你们快上吧 丽和田自顾自地说着 而奈奈特 则像发现救命稻草一般 拼命地求救 我什么都听你的 快救救我吧 丽和田听到奈奈特这么说 于是便答应 而此时 一个士兵也拿着匕首 上前挑衅丽和田 只见那士兵用匕首 朝着利和田砍去 但却被利和田 轻松地比开 并且 他抓住士兵的手 将那匕首 插进了士兵的脑袋中 与此同时 他还轻松地 用另一只手 拍下了整个过程 其他的士兵健壮 也都一拥而上 但是他们全都不是 利和田的对手 他仅凭一只手 只轻松干掉了 好几个士兵 一万拿着大砍刀冲上去 猛地一挥 但仍被利和田轻松躲过 利和田敏捷地 趴到一万的身上 他拿走一万的枪 又干掉了几个士兵 利和田朝着一万开枪 一万侧身一盏 掐住利和田的脖子 利和田再开一枪 子弹从一万的额头射入 一万松开了手 利和田朝着后方飞去 利和田看见 一万的伤口迅速地复原 感叹对方已和自己一样 都是再生祝福者 于是 他对一万说 要把对方留到最后再杀 利和田向前冲去 士兵们朝着他开枪 而利和田则用礼于悦 从车厢的侧面 直接跳到了一万的身上 他用双腿将一万压在身下 并捡起砍刀 朝着一万的头劈了下去 刚才说要最后解决你 其实是骗人的 利和田干脆地 攒下了一万的手机 并拿出了一万体内的人工骨骼 那是一种 可以提高身体能力的装置 剩下的士兵 看到此情此景选择了投降 但利和田却拿起手枪 把两人全部射杀 利和田拿起摄像机 发现刚才拍到的画面 全部都乱七八糟的 没法使用 突然 利和田想到了 奈奈特刚才说的 什么都听自己的 于是 他让奈奈特从今天开始 担任摄影小妹 跟着自己 简单地教了教摄影机的使用方法 利和田便带着奈奈特 朝着下一个车厢进发 塞蒙和尤达在自己的车厢里 听见了隔壁的动静 于是 塞蒙便起身前去查看 当他打开门 在他面前的是少女和摄像机 还有士兵们 那七零八糟的尸体 塞蒙嘴里掉的烟雕 这些 都是你们干的 显然 塞蒙一时间 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利和田却命令奈奈特 赶紧拍摄塞蒙的脸 一个人的表情 可以塑造他的角色 这人大概和亿万的关系不错 塞蒙脱下了上衣 准备战斗 接受杀死无辜士兵的惩罚吧 塞蒙说道 那些可都是罪犯 他们可是准备侵犯这位少女 利和田反驳道 塞蒙不认同利和田的观点 似乎在这末世 女性和男性不平等的观念 是一种常识 利和田很满意塞蒙说的话 他觉得这很好地 体现了角色的个性和世界观 伊万是塞蒙的大弟子 他和塞蒙一样 都是在身能力的祝福者 所以塞蒙在他的身上 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塞蒙说着 他和伊万的关系 利和田却不乐意了 怎么又是一个在身祝福者 重复这么多也太夸张了 这样下去 观众肯定会觉得无聊的 章鱼大战鲨鱼才有意思 要是连看两场章鱼大战章鱼 也太无聊了 为什么你不能长出刀子 或者从手上伸出铁爪呢 利和田疯狂地吐槽 算了 别浪费电了 奈奈特 把摄像机关了吧 电车仍然在飞驰着 在这近乎损坏的车厢里 刚刚结束了一场恶战 但最终 利和田还是成功地砍下了赛蒙的头鲁 短暂地休息 利和田身上的伤口便立刻浮原 两人继续向前 突然 尤达在车厢连接处出现 挥动你砍刀弓来 利和田俯身躲过 利和田和尤达站斗了起来 双方各出一招 利和田划开了尤达的脖子 尤达则砍下了利和田的脚 但利和田的动作更快 他把尤达压制住 但他发现 尤达的伤口竟然也愈合了 两个已经够了 居然还出现了第三个 利和田边骂 边殴打着尤达 不一会儿 利和田砍下了尤达的头 并在镜头前合影留念后 一脚把他踢飞到了车厢外 接下来就只剩主角了 电车平稳地停下 利和田把装远阿格尼头颅的箱子 放在了海边的悬崖上 并在箱子外安上了炸药 好好拍摆摄影小妹 蓝色的大海 要衬托出我们主角炙热的火焰 随着一声爆炸 阿格尼的头颅从箱子中飞出 随即落入了大海 正当利和田担心 阿格尼会不会因为 无法呼吸空气 而再生不了的时候 身体已经复原了阿格尼 从水中钻了出来 他奋力爬上岸 而他燃烧着的身姿 也让利和田着迷 阿格尼问利和田 知不知道贝西姆德鲁克在哪 但利和田 却只是自顾自地 问着他感兴趣的问题 你为什么一直在燃烧呀 火舞会灭吗 你又在寻求着什么 利和田因为阿格尼的 令人震撼的外形 兴奋不已 而阿格尼 却完全不理会地向前走去 突然 一个人影出现 那是被利和田 踢下电车的尤达 尤达的载身能力也很强 只有一个头 也可以完全复原 尤达拿着刀走来 利和田早要奈奈特 赶紧拍摄 尤达问阿格尼 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针对贝西姆德鲁克 而阿格尼 却再一次因尤达的面容 乱了心神 他将德玛 和自己妹妹的事 告诉了尤达 但接着却话风一转 当我看到你 就在想 也许我的妹妹 被烧成了灰之后 从灰开始慢慢再生 但是复活了之后 却丧失了记忆 把一切都忘了 露娜 你会不会 就是露娜 阿格尼对尤达说到 利和田看着这样的展开 十分满意 尤达却冷静地告诉阿格尼 再生能力者变成了灰 是不会再复活的 而他自己也有着 名为尤达的130年的人生 我不是你的妹妹 你的存在 就会让人害怕 如果你那么想见你妹妹 就去死吧 你的妹妹会希望你复仇吗 你烧了这么多的人 难道没有罪恶感吗 一旁利和田对这一切都很满意 他让奈奈特准备好 自己则走向前去 他一拳将尤达坐倒在地 没有了人工骨骼的尤达 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力 利和田拿起了刀 朝着尤达挥去 阿格尼恍惚中 似乎看见了露娜 他让利和田助手 但尤达的头还是被砍下了 利和田捡起尤达的头 说要扔进海里 阿格尼想要阻止他 利和田戏弄般地走进了海水中 阿格尼跟了上去 利和田一会儿朝着阿格尼泼水 一会儿又把尤达头按在水里 远处看上去 两人就好像在海水中嬉戏一般 阿格尼在后面追赶着 利和田在前面笑着 当然不能忘的 还有他手中的头颅 奈奈特在一旁拍摄着这画面 阿格尼让利和田把露娜还回来 利和田说 这可不是露娜 阿格尼说他知道 于是利和田 便把尤达头扔了过去 可是 由于害怕自己的火焰烧到尤达的身上 阿格尼又不敢接 阿格尼喊着 让利和田把露娜捡起来 利和田又一次提醒阿格尼 这不是露娜 但阿格尼仍抱有一丝幻想 说不定 是有让人复活的祝福 因为 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了 连头发和声音都一样 阿格尼天真的幻想着 但利和田 却一语道破了真相 如果你妹妹还活着的话 你就会放弃复仇吧 你心中的愤怒 就只有这点程度吗 阿格尼又想起了德玛 那个卑鄙的家伙 竟然还向我道歉 说什么 除了死以外什么都行 分明是拿我当白痴 只要德玛死了 我就满足了 既然他这么想活的话 我就偏要他死 既然如此 我们来签个契约吧 利和田突然说到 他告诉阿格尼 他已经活了三百年 除了十分能打以外 他还有着三百年的知识 利和田准备为阿格尼 安排好能亲手杀死德玛的剧情 但条件是 就让他跟着阿格尼拍摄 我是导演 你是演员 他是摄影师 而德玛则是反派 那露娜 啊不 尤达怎么办 阿格尼问道 就放过他了 毕竟导演和演员 也要和谐相处了 利和田回答道 好 我明白了 那我就来做这个主角 阿格尼答应了利和田的要求 利和田将尤达救活 并给了衣物 让他返回了贝西姆德鲁克 而利和田 则带着阿格尼和奈奈特 回到了自己的据点 进行对德玛的复仇准备 杀德玛要做什么准备啊 啊 电池用光了 奈奈特和阿格尼 你一言我一语的 搞得利和田很烦躁 让我们把节奏加快 我开始说明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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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主角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阿格尼一脸懵逼 接着 我们回到了据点 这里要加上重低音 加强印象 你不会真的脑袋有问题吧 阿格尼被利和田一连串骚操作 搞得有点傻了 利和田劝阿格尼 要叫自己导演 可是 沙德玛究竟要准备什么呢 阿格尼还是不明白 让我先跟你升个急吧 利和田在据点找来了 真正的奈活铺 准备为阿格尼做一件衣服 接着 他要教阿格尼格斗术 另一边 奈奈特和利和田的两个手下 交谈了起来 这两人是一对同性伴侣 但那贝西姆德鲁克 并不允许这样的人存在 于是 他们逃了出来 做了利和田的手下 受他的保护 但要对他言听计从 演戏 阿格尼不解的问道 那是利和田对他的要求 既然是电影主角 当然要有演技 阿格尼这才明白过来 利和田是要自己表演 阿格尼表示 他不会故意做这些事 转身离去 奈奈特走到一旁 问阿格尼认不认识桑 并说 桑把阿格尼当作了神 他告诉阿格尼 桑被变态切断了双脚 难道阿格尼不想去救他吗 可阿格尼却表示无所谓 并头也不回地走 真是冷淡的家伙 奈奈特留在原地说着 导演夸奈奈特讽刺得妙 说全身燃烧的家伙 是一个冷淡的人 利和田又拿出摄影机 跟了上去 他挑衅地问 阿格尼不是说过 为了复仇什么都肯做吗 但阿格尼却一再否认 只要杀了德马 我什么都会做 阿格尼被利和田说服了 开始拍摄 不行不行不行 这句太假了 换一句吧 阿格尼用拳头 猛击地面 抓起利把血 接着 在利和田的指导下 他把血给捏碎了 并说道 只要能杀了德马 我什么都 在贝西姆德鲁克 杰克将失去双脚的桑 推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这里都是被发现的 各种祝福者 他们在这儿 被装上特殊的装置 每天通过刺激 释放他们祝福的能力 而从今天开始 桑也要作为一个发电机 一个被人使用的柴星 在这里度过他的余生 为了榨取祝福的刺激 让人痛不欲生 整个房间中 充满着悲惨的身影 而活下去所需的营养 也是通过输液的方式给予 每天只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没有痛苦 那是睡觉的时间 在入睡前 人们会聊上几句 有人说 自己的梦想就是去死 而他的观点 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 大家都有过这样的妄想 但桑却不这么想 他认为 阿格尼还出来救他 其他的人 都对着不切实际的话语 感到厌倦 桑却说 这都是真的 桑说了阿格尼 连续救下他的故事 每当自己祈祷 阿格尼就会出现 桑说着故事 渐渐地 其他人变得安静 桑闭上了眼睛 抱歉 我也睡了 喂 那个阿格尼的故事还有吗 还想再听听 黑暗中 传来了人们的话语 就算是骗人的也好 再多讲讲吧 这绝望的空间里 哪怕是虚无缥缈的希望 也能未接人的心灵 另一边 利和田的据点里 阿格尼因疼痛无法入眠 利和田却说 要让阿格尼跟着自己学英语 以此来缓解疼痛 几天后 在白天戴上了防火手套的利和田 开始教授阿格尼格斗的技巧 而在晚上 他则叫阿格尼和奈奈特 学起了英语 只不过全都不是什么好词 再生能力的训练 速度的训练 敏捷的训练 又过了一阵子 利和田决定明天出发 去杀德马 利和田让阿格尼 对着镜头说几句感言 阿格尼也很熟练地完成 但他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利和田 要找自己来演他的电影 阿格尼不像利和田那么会说 也不像利和田那么能打 为什么利和田 不自己做主角呢 火焰若是没有心柴就会灭 人如果没有粮食 就没法生存 利和田说着 阿格尼有些吃惊地听着 这是电影的台词 虽然利和田也不记得是哪一部的 但是利和田告诉阿格尼 他之所以能活三百年 就是因为电影 电影中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人物 利和田说着 眼睛似乎放出了光 可是过了这么久 电影也会看腻了 况且电影也都被毁了 只是当他遇见阿格尼的时候 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阿格尼所有的一切 都让利和田着迷 他再次找回了 那种心跳不已的兴奋感 自己的电影 肯定让自己喜欢的人来做主角 阿格尼说他明白了 在贝西姆德鲁克的医院 尤达重新装毁了人工骨骼 一旁的杰克 想知道自己的弟弟伊万是怎么死的 现在全国上下 都传言伊万和赛蒙大师 被火焰男给杀了 英雄牺牲 所有的国民都十分恐慌 在这之中 还有愤怒的声讨 杰克正说着 一个士兵跑了过来 可他的报告还没说完 就被一枪崩死 利和田出现在了病房的门口 尤达告诉杰克 杀了赛蒙和伊万的人 就在眼前 利和田大方地承认 必说自己有一个提议 来吧 让我们一块儿 把火焰人给杀了吧 利和田告诉杰克和尤达 明天上午 他会带着阿格尼 来到贝西姆德鲁克 接着 他会把阿格尼 带到指定的位置 最后再让德玛把他杀了 对了 让我见见德玛吧 利和田想到哪儿 说到哪儿 杰克见杀害弟弟的凶手 就在眼前 想要去拿桌上的枪 可利和田却说 如果你想要对我不利的话 我就会这样 接着 他按下了手机上的一个键 砰的一声 窗外的大楼 发生了爆炸 利和田埋了一堆炸弹 在贝西姆德鲁克 并以此而威胁尤达和杰克 尤达告诉杰克 两人斗不过利和田的 还是乖乖听话 利和田让尤达 带自己去见德玛 尤达把利和田 带到了一座监狱中 但那栏杆后 只有一个拼命哭喊的 干别老头 利和田对这大反派的形象 很不满意 为了防止电影泡汤 利和田需要 其他的祝福者 来作为反派 尤达告诉他 在更深的地牢里 还有许多犯下罪行的 危险祝福者 利和田 让尤达给那些祝福者 装上炸弹 防止他们乱来 尤达不明白 利和田为什么要这么做 都是为了电影的情节 按照现状 只能拍出一个 单调的复仇故事 利和田希望 能在阿格尼复仇的路上 多一些阻碍 接着 利和田在监狱中 挑选了能够 增强力量的祝福者 泰达 能够飞行的祝福者 卡尔 和能够操纵钢铁的 祝福者 傅凯泰 为了防止这些人 被阿格尼秒杀 利和田还准备 为他们进行升级 利和田带尤达 走进下水道中 原来在被西姆德鲁克 在这座废弃的都市上 建立之前 利和田就在这生活过 他们来到一堵墙壁前 利和田用手指 划过一个机关 然后对着说了一句 阿拉荷洞开 接着便开启了一扇暗门 利和田在里面 收藏了很多的东西 并用三个祝福者 挑选了几件强化符 这些东西 都是很久以前的物件 尤达问利和田 究竟对这个世界 了解到什么地步 利和田说自己 多少知道一点 他转过头看着尤达 我至少是知道 你们一直在和你们 虚构出来的敌人 兵之魔女战斗 还有 你们把贝西姆德鲁克的王 设定成了神 同时要装出 不存在的敌人 和不存在的王 一定很辛苦吧 利和田说道 与其告诉人们 地球已经进入了 冰河时期这种事实 倒不是创造一个 简单易懂的敌人 在以宗教的形式 同理人民 利和田说 他喜欢尤达撒德皇 尤达面色有些凝重 他希望利和田 能告诉他 自己还要欺骗大家多久 温度降得不停 春天也没有来临的迹象 大概再过个二十几年 人类就完了吧 利和田回答道 但他只要能在那之前 完成他的电影 便满足了 利和田向尤达告别 明天就有好戏上演了 接着 电影的正片 即将开幕 利和田的据典里 奈奈特正举着摄影机 自言自语的东拍西拍 故乡产的香烟 小小的房间 还有窗外的火焰日 阿格尼跪倒在雪地中 奈奈特拿着摄影机 坐在他的身边 奈奈特在据典找到了英语书 阿格尼让他教自己几个单词 来分散下注意力 Cold Snow Fire 这是寒冷 雪 和火焰的意思 阿格尼小声地复述着 Punch 这是内裤的意思 奈奈特开玩笑地说道 骗你的 这是出拳的意思 阿格尼有些恍惚地看着奈奈特 片刻地沉默 阿格尼突然开口说 自己也会经常说谎 奈奈特好奇地问 阿格尼都说什么样的话 阿格尼回忆着 那是什么样的 火焰人 利和田的叫声 拉回了阿格尼的思绪 此刻 他们三人 正站在 贝西姆德鲁克的城外 在利和田的安排下 阿格尼换上了一身 帅气的西装 并用机械装甲 强化了右臂 复仇的战斗即将开始 利和田为阿格尼 准备好了一切 阿格尼不需要思考 只要跟着利和田 一起穿过眼前的暗道 就能到达 贝西姆德鲁克 找到德马 这条暗道 会经过关押奴隶的地牢 你可别去多管闲事 利和田嘱咐道 要是触发了警报 搞不好德马 就会逃走 阿格尼明白了 他走进暗道 戴上东帽 跟着利和田 一路前进 然而此时 阿格尼心中所想的 并不是对德马的仇恨 而是对复仇之后 解脱的渴望 只要德马一死 我就再也没有 活下去的意义了 但在暗道的另一端 三位由利和田 选出的强力祝福者 还有尤达 和一种 贝西姆德鲁克的士兵 正集结在此 等待着阿格尼的到来 他们要在这 贝西姆德鲁克的城中 在人民的见证下 杀死令人 惴惴不安的阿格尼 三位祝福者 经过利和田的强化 身上穿满了庄稼 但他们同时 也被炸弹所控制 他们并不是为了 贝西姆德鲁克在战斗 而只是为了满足 自己的私欲 或是想要寻找机会 逃出升天 另一边 三人在暗道中 小跑着前进 阿格尼的眼前 似乎出现了爸爸妈妈 还有露娜的幻觉 终于能死了 村里的私教 似乎也在通道边站着 一切都结束了 还有三五 终于能相见了 活下去了 还有露娜 阿格尼的脚步 渐渐停下 舅舅 身边的牢笼中 传来了求救的呼喊 阿格尼转身看去 他看见了那栏杆后 是众多被关押的奴隶 以及一个站在栏杆外 挥拳的男孩 那是曾经的阿格尼 丽和田见阿格尼 似乎被奴隶们 吸引了注意 于是提醒阿格尼 不要忘了最初的目的 阿格尼告诉丽和田 他似乎能看见幻觉了 丽和田不希望主角 增加不知所谓的设定 于是和阿格尼继续赶路 阿格尼迈开步伐 跟了上去 我也是经常说谎的 诶 是什么样的谎呢 阿格尼和纳亚特的对话 还没有结束 阿格尼说 曾经他为了不让妹妹担心 于是便说 切下手一点也不痛 明明自己只见过被冻住的河 却骗妹妹说 自己下河游泳 我原来很擅长演戏的 只要能杀了德马 我会不择手段 那是阿格尼 在镜头前说过的话 然而 其实在那个时候 德马对阿格尼说 他们要打倒兵之魔女 阿格尼觉得非常帅 被德马点燃的时候 他是非常恨德马 但也明白 那是无奈之举 因为我也知道 赤肉的村子 确实很疯狂 对着栏杆挥拳的少年阿格尼 自言自语地说着 而露娜希望活下去 但是就连这点 我也无法实现了 因为我活下去的动力 就是要让露娜幸福 于是阿格尼只能欺骗自己 将对德马复仇 变为自己的动力 所以 她为了活下去 就只能扮演一个复仇者 阿格尼站在那呆呆地看着 完全不顾利和田地催促 真正的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阿格尼门心思问 觉得坏人死光了才好 但是又不愿意 看着眼前的人死去 无法饶恕眼前的邪恶 所以无法 无视眼前的死亡 这就是阿格尼的正义 阿格尼走到 曾经的自己身边 你究竟在干什么 阿格尼问道 那你 又想做什么 少年阿格尼回答道 我 我想救他们 阿格尼说出了声 立刻点问阿格尼 为什么要这么做 阿格尼却只是说 因为 我想救他们 他握紧了拳头 少年阿格尼 也停下来看着他 我不想就这样 向这个世界投降 出拳吧 阿格尼 阿格尼一拳 中击在栏杆上 警报也一声响起 城中的尤达 知道是阿格尼来了 于是命士兵出击 立刻点接阿格尼 不听自己的指挥 十分生气 阿格尼却准备 将这城中 所有的奴隶都救出来 立刻点在一旁抱怨 你要是救了这些奴隶 你对德玛的仇恨 不就减轻了吗 阿格尼打断了立刻田的话 他已经不准备 再听立刻田的了 两人吵了起来 阿格尼让奈奈特 跟着自己 一起去救桑 而完全搞不清楚 状况的导演 则被淹没在人群中 通道的另一端 被西姆德鲁克的士兵 冲了过来 他们举起枪 威胁着奴隶们 阿格尼冲到最前面 用自己的身体 护住所有人 并警告士兵们 不要开枪 但士兵们并没有听话 子弹打在阿格尼的身上 他觉得好疼 这样才对 被子弹打中 怎么会感到愉快呢 阿格尼为自己的感受 恢复正常而欣慰 他挥动着拳头 杀死了所有阻挡 在面前的士兵 奴隶们惊讶地看着 这不知从何而来的火焰人 那强大的背影 睡猛中的桑 感觉身体变得暖和 他睁开了眼睛 看见奈奈特背着自己 人群中 有人不敢相信 发生了一切 有人将这称作奇迹 也有混在其中的导演 不合时宜地悲伤着 阿格尼带领着人群 继续前进 子弹全无作用 士兵们根本不是对手 奴隶们惊讶地看着 这种枪怎么会有用 人群中一个人说着 众人不解 阿格尼大人 他就是神了 桑在奈奈特的背上 兴奋地喊着 阿格尼强忍着疼痛 他明白 他现在不能倒下 马上就到出口了 快跟上 阿格尼朝着身后喊道 突然 阿格尼的手臂上 传来了一股力 他被这不知从何而来的 力道牵引着 拉了过去 那是三位祝福者 其义的傅凯泰 他能操纵 视野中的铁 而在立可田装备的加成下 他能够清楚地识别 眼前一切的铁制品 终于 阿格尼带领着奴隶 来到了军队的面前 阿格尼让奴隶们快逃 尤达则大声地 向贝西姆德鲁克的人民宣告 他们将在此地 处死火焰男 尤达派了个头高大 同时穿上了巨型装甲的 泰达上前应战 他提醒泰达 要注意 不要让阿格尼靠近建筑物 但泰达似乎并不愿意 听从尤达的指挥 他所要的 只是满足自己杀戮的欲望 阿格尼看着眼前的敌人 有些犹豫 他明明只是来找德马报仇的 但他随姐下定了决心 这是自己选的路 无论是谁 想要妨碍的话 就都杀了 阿格尼攥紧了拳头 他要拯救所有人 泰达和阿格尼 都向对方走去 泰达高大的身躯 让他能够比阿格尼 更早地出拳 但这一拳 却被阿格尼躲过 反而是自己的下巴上 狠狠地挨了一击 但是有装甲的保护 泰达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他被阿格尼激怒 又一次回拳 拳头从阿格尼的头边擦过 阿格尼发觉 自己的火焰 对泰达没用 阿格尼抬击手 想要反击 但是却突然发现 自己的右手动不了 原来又是傅凯泰 控制住了那手臂上的装甲 正在此时 空中的卡尔 又利用暗器攻击阿格尼 接二连三地配合 让阿格尼无暇防御 泰达的拳头 泰达狠狠地一拳 将阿格尼 打到了身后的居民楼上 一时间 阿格尼身上的火焰 在贝西姆德鲁克 密布的楼房间蔓延 地面上的士兵们 持近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尤大师 这火焰 不会是那无法消灭的火焰吗 尤大身边的士兵 紧张地问道 太好了 尤大却这么说 太好了 尤大拿出香烟 这一切都结束了 他把香烟扔到 飞溅过来的火星上 难道说 您说您能听到神的声音 都是骗人的吗 尤大身边的副官问道 尤大没有理会 和德玛说的一样 副官自语道 他转身命令士兵们 协助救货 同时疏散人群 并警告三位死刑犯 不要妄图做什么小动作 另一边 阿格尼和泰达还在战斗着 泰达已经完全不顾 居民们的死货 肆意地将阿格尼击飞到楼房上 楼房灵力地被西姆德鲁克 顷刻间就要覆灭 但阿格尼不灭的生命 在废墟中 一次又一次地起身 另一边 尤大面对士兵们的求助 无动于衷 而那副官则开始担当起 尤大曾经的角色 他则称听到王的声音 要杀三个奴隶失重 他从人群中拽出了三个人 其中包括了奈奈特 接着便开枪杀死了第一个人 在奈奈特13岁时 他眼前的人 被分成了两种 使用的人 和被使用的人 能够取暖的人 和冻死的人 副官又开枪杀了一人 他有人和柴心 副官的枪对整了奈奈特的头 这是这个世界的常识 谁都未曾做出反抗 除了那个被火焰覆盖的男人 阿格尼走了过来 所有人都转身朝他看去 奈奈特趁机脱逃 并走到桑的身边 拿来了摄影机 泰达出现在阿格尼的身后 他一拳挥下 阿格尼的胸膛被整个贯穿 紧接着又被泰达撕成了两半 可是只剩下半个身体的阿格尼 还是站了起来 泰达也有些急了 他的拳头又一次被阿格尼躲过 但这一次 阿格尼的反击奏效了 泰达的头盔出现了裂缝 泰达立刻反击 把阿格尼打飞 士兵们对着倒在地上的阿格尼 拼命地射击 想要延缓其再生的速度 但是渐渐地 枪声越来越少 最后停了下来 士兵们非常害怕 眼前的火焰人 曾被三位英雄 一起带到海边扔掉 但如今 他仍旧站在这里 士兵们认为 这是恶魔的诅咒 所以不敢再继续开枪 另一边的人群中 人们不知不觉地 将双手交叉在了一起 果真如桑所说 阿格尼就是生命 披着不灭的火焰 被子弹贯穿的身体 人们看着倒在地上的阿格尼 他为什么还能活着呢 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阿格尼也在问自己 活着也只是徒增痛苦 到底是为什么 我好像忘了一些很重要的事 眼前的这些士兵 可以想都不想地 就把人当作物品 阿格尼支起了身子 这些人可以忘记我们 同样身为人类 如同理所当然地 将大家当作柴星 还把一切都推给了 兵之魔女 制造了这个 把人们当作柴星的世界 我怎么能输给你们 怎么能就这么死了 阿格尼渐渐地站了起来 大雪 饥饿 疯狂 我讨厌这一切 一直都无法原谅 阿格尼大声地呐喊着 滚开 泰达对士兵们说道 两人对峙着 阿格尼想起了利和田 曾告诉自己 那右手的强化装甲 可以耐住自己身上的火焰 但也能够通过语音认证 让整个右臂缠上火焰 这是只能使用一次的必杀剂 语音认证的暗号 你就自己定吧 利和田是这样说的 那是奈奈特教他的单词 火焰瞬间覆盖了整个右臂 泰达的冲拳 将阿格尼的左臂打烂 但阿格尼反击的一拳 彻底地将泰达的头盔砸烂 瞬间 那不灭的火焰 便转移到了泰达的身上 在泰达痛苦叫喊声中 他的装甲发生了爆炸 飞剑的碎片 带着火焰散落在了四周 有的落在了人们的身上 便直接将人烧死 神呢 恶魔 这火焰如此的不祥 却又如此的神圣 他们怎么在跪拜我 阿格尼看着那些被自己救出的奴隶 突然 一根钢筋插进了他的身体 接着 他又浮空而起 那是傅凯泰的能力 他要将阿格尼一直推向高空 推出大气层 地上的个别奴隶们 不再沉默 他们试图反抗 副官开枪 将闹事的奴隶射杀 并命令士兵 不要姑息反抗的苗头 但是士兵们的信念 早已不再坚定 他们将阿格尼 称作炎之恶魔 他们害怕 随意杀害奴隶 会招来炎权的惩罚 而在混乱中 另一名祝福者 能够飞行的卡尔 也趁乱逃走 天空中 阿格尼已经飞过了云层 但他却主动 将自己的头颅扯下 头从高空中坠下 并且逐渐地复原 阿格尼又回到了地面上 傅凯泰再次发挡攻击 阿格尼则扯下了 自己的手臂扔了过去 双方的攻击 都成功的命中 但阿格尼能够再生 傅凯泰则已经在 火焰中丧身 另一边 自作聪明的卡尔 明白阿格尼的危险情 已经早早地逃离 他看见路上 贝西姆德鲁克的车 正庆幸着 却被一个怪人 一棒球棍给抡死了 手下问那人杀了什么 邪恶 棒球怪人说道 我的祝福看到了他的内心 那是个让无数小孩遇害 没有存在价值的人 阿格尼大人 拯救弱者 打倒邪恶 棒球男带领着手下 朝着浓烟滚滚的 贝西姆德鲁克进发 和雨记得一样 那就是我们这些 曾被贝西姆德鲁克 蹂躏的人民 反击的烽火 棒球男说着 世界各地的人们 逐渐地聚集到 希望的火种下 尤大颓丧地站在废墟中 他想起了父亲说过的话 父亲要他 从小就一直装作 能听到神说话的声音 并说那是为了人民 应该做的事 到父亲临死前 尤大已经能够面不改色地 说出这样的谎话 终于 一切都结束了 另一边 利赫田似乎 对这剧情还算满意 而士兵们 仍在利用奴力 威胁着阿格尼 远处 棒球男的汽车开到 贝西姆德鲁克的士兵们 还以为是援兵来了 但棒球男的出现 让他们的希望破灭 副官射出的子弹 被棒球男 轻而易举地击飞 突然 他看见了阿格尼 便十分虔诚地 祈求阿格尼的旨意 阿格尼还没反应过来 突然 尤大冲了过来 想要触碰阿格尼 阿格尼连续躲闪 尤大摔倒在地 阿格尼明白 尤大的确 是想要碰到 自己身上的火焰 阿格尼让棒球男 带着奴隶们逃走 棒球男见阿格尼 和自己说话 受宠若心 立马带着人们上了车 而士兵 则在副官的带领下 展开了追击 别跟着我 阿格尼和尤大 在废墟中走着 尤大脚下不稳 摔了一跤 给我清醒一点 露娜 阿格尼下意识地喊道 不对 不是露娜 阿格尼不再肯尤大 而尤大 却像想到了什么似的说 对了 我是露娜 所以 求你杀了我吧 哥哥 你果然 不是露娜 露娜 是不会这么叫我的 虽然只是一个称呼 但她绝不会 这样叫我 露娜她 已经死了 阿格尼转过身去 另一边 导演坐在车上 问司机 他们是从哪来的 司机告诉他 大家都是听说 阿格尼的故事 便成为他的信徒 聚集过来的 而棒球男 就是这群人的老大 他能够看见 人们的内心 丽和田感叹 事态的发展 越来越有意思 拿出摄影机 跃跃于世 但他转念一想 又认为 阿格尼再怎么拼命 结局 也一定是bad end 废墟上 阿格尼和尤大 还在对峙着 阿格尼 只认露娜的死 尤大也有责任 所以尤大要死要活 他都不管 只是 不要死在自己的眼前 为什么 是因为我长得像露娜吗 尤大说完 笑出了声 他已经很久没笑过 我跟你是一样的 尤大又说道 我只能靠你的火焰 才能死 尤大强大的再生能力 让他连寻死 都没有那么容易 片刻的沉默 尤大突然说 德马被关在 贝奇姆德鲁克的监牢里 现在估计早就死了吧 尤大抬眼看向阿格尼 阿格尼吃惊地张开了嘴 所以 只有你的火焰 才能让我去死了 阿格尼不愿相信 你的复仇就要结束了 阿格尼跪倒在地 为妹妹报仇了 你不开心吗 还是说 你想亲手当面杀死他 不 那 你是想让德马 对你下跪求饶 再杀他 不是 还是说 你以为杀了他 你妹妹 不对 阿格尼猛地站起身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杀我 尤大说道 德马死了之后 尤大若是再死 阿格尼就无法 靠着仇恨活下去了 不是的 阿格尼想要否认 尤大追问阿格尼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希望他 死在阿格尼的面前 阿格尼只能说 是因为尤大长得像露娜 但那不是真话 如果尤大死在了 阿格尼不知道的地方 阿格尼便绝对不会相信 只要这样 他就还能依靠复仇 与憎恨活下去 他结尾还能相信 说不定尤大 就是露娜 你很擅长骗人 所以你能忍受 这火焰 不过对自己 还是坦诚一点好 这个世界 马上就会灭亡 所有的生物 都会死亡 最后 活下来的 就只有被火焰覆盖的你 来吧 尤大朝着阿格尼伸出手 很难熬吧 一起 在这结束吧 尤大的话 说进了阿格尼的心 那个还是南海的心中 你从前 为什么要对我说 让我活下去 这种残酷的话呢 阿格尼将眼前的尤大 当作了露娜 但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尤大的手 已经开始着火 接着便倒在了废墟中 突然 尤大人就完好的头 被人切下 不好意思 这事还没完 阿格尼 我很喜欢你 所以你可别给我来添乱 你要是敢捣乱的话 可是会死的 你是什么人 阿格尼问道 眼前的人 穿着厚厚的大衣 我是 冰之魔女 哥哥 等什么时候 外面暖和了 我们一起 去周游世界吧 那时的约定 还记忆犹新 我答应你 而这所有一切的 幕后凶手 此刻 就在眼前 不知在何处的小屋中 棒球男的儿子 躺在床上 握着爸爸的手 他是被阿格尼 从贝西姆德鲁克的 手中救下的 但很不幸 孩子还是没能撑下去 临终前 他对爸爸说 希望能向阿格尼 大人道谢 棒球男握着儿子的手 答应他 一定会为他做到 儿子闭上眼睛 我看见了火焰 说完 他便安详地 离开了人世 时间回到现在 棒球男带领众人 开着车 逃离贝西姆德鲁克 但是在车队的后方 贝西姆德鲁克的士兵们 也骑着雪地摩托 追了上来 领队的男人 指挥士兵 让他们不要动车上 载着的柴星 而是直接杀死驾驶员 士兵们骑着摩托 包抄到卡车的侧面 并举起步枪 准备射击 可利和田 却毫无在意地 仍旧把窗户打开 专心地进行着拍摄 突然 一颗石子 击中士兵的手 他重心不稳 从摩托上跌了下去 那是棒球男 在车顶发动的攻击 一颗接着一颗 但是贝西姆德鲁克的士兵众多 源源不断地冲了过来 棒球男到车队的后方支援 但贝西姆德鲁克 带队的副官 却来到了位于最前方的 立和田所在的卡车旁 他将手枪 卡进玻璃上的弹孔中 一枪打死了卡车的司机 立和田见状 立刻解开安全带 他横在座位上 一脚把已经死掉的司机 踹下了车 然后自己接管了方向盘 车队的后方 司机们都俯下了身子 在开车前进的同时 祈祷着 不要被子弹击中 而车顶上的棒球男 也仍在奋力地发动攻击 突然 在他的眼前 出现了一个 一桌暴露的女 踩在了一杆枪上 你知道我们的救世主 阿格尼大人吗 女人用英语问道 棒球男吃惊地 看着眼前的女人 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帮手吗 但女人听不懂她说的话 女人继续朝着前方飞去 她敏捷地钻进了 立和田所在的驾驶座 立和田竟有奇怪的女人 突然出现 大骂Beach 女人却庆幸 终于找到了会说英语的人 女人告诉立和田 她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因为没地方可以住 又听说 来这里就能得到火神的救助 你知道那位阿格尼大人吗 立和田听完 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我当然知道 我可是她的信徒 女人看立和田不正经的样子 觉得她有点怪怪的 立和田就叫她放心 自己从不撒谎 女人又说 在这不远的地方 还有她160人的大家族 如果立和田能允许 他们入教的话 女人可以帮助 解决眼下的危机 立和田一直都是 看着脑不见势大的心态 现在电影又要增添宗教的元素 自然是满心欢喜地答应了下来 不过你不冷吗 立和田好奇地问 我的新陈代谢比较快 女人回答道 她又在空中制造出了一柄枪 并靠在了上面 飞了出去 接着 在女人和棒球男的协作下 又解决了许多 贝西姆德鲁克的士兵 副官见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 于是决定亲自上车顶 解决两人 她开着摩托车 靠近卡车的后面 在车厢里的元柴星们 看着她 不许俯视我 你们这些区区柴星 副官跳上了卡车 借着栏杆向上爬去 别过来 这家伙想爬到车上 车厢内的人们大声喊道 别过来 我记住你的脸 回到贝西姆德鲁克之后 我也会记住你的 副官恐吓着 爬上了车顶后 他向棒球男和女人自我介绍 他的名字叫乌罗伊 便让那两人一抱上名栏 结果车顶的风声太响 谁也听不到对方说的话 算了 在你们死的时候 再问你们吧 乌罗伊点人手中的砍刀 他一步一步地接近两人 棒球男趁乌罗伊 在两个车顶间移动时 朝他扔出短剑 但却被乌罗伊接住 乌罗伊将短剑扔回 女人及时地在棒球男的身前 制造出枪 将短剑弹开 乌罗伊的速度很快 短剑刚被弹开 他已来到了两人的面前 乌罗伊挥动着火焰砍刀 朝着棒球男劈去 棒球男利用球棍抵挡 女人又趁机 用枪攻击乌罗伊 乌罗伊侧身一闪 用手抓住了枪 并朝着女人扔了回去 枪尾砸中了女人的头 与此同时 乌罗伊又躲过了棒球男的攻击 女人被枪尾砸中后 跌落车顶 好在他利用能力 在空中又造出了一柄枪 并用腿勾住 短短的几招 两人在和乌罗伊的对决中 就已经落了下风 而在驾驶座上 立和田一边开着车 一边哼着小曲 突然 一声枪响 立和田的头被打爆 士兵跳上了车 想要夺过方向盘 却被立和田一刀捅穿头颅 踢到一边 立和田在那士兵的身上 找到了香烟 又开心的哼哼 他又在士兵的身上翻着 又是一枪打在了他的头上 又一个士兵跳上了车 我替你报仇了 他对着心来的士兵说道 立和田缓了过来 拿出枪 一枪干掉了士兵 并在他的身上 找到了打火机 香烟还没点燃 又是一阵机枪 扫射在立和田的身上 把士兵拽了过来 并用匕首将其插死 总算是把烟给点上了 突然 车的前方出现了一个 几乎全裸的男人 他一跃而起 以一种怪异的姿势 跳上了车 这个诡异的男人 头上还带着更加奇怪的头套 裸男跳上了车顶 立刻加入了棒球男 女人和乌罗伊的对决中 只见乌罗伊 挥动着砍刀劈来 而那裸男 抬起了脚 一进横踢 便将乌罗伊的砍刀踢飞 接着 他又趁乌罗伊没有反应过来之时 将中指抵在他的下巴上 裸男的中指 划作一柄剑 刺穿了乌罗伊的头 干掉了乌罗伊 紧接着 裸男又跳下了车顶 凭一人之力 干掉了绝大部分的追兵 危机解除 众人下车整顿 人们呆呆地 看着眼前救了自己的怪人 有人走到桑的身边 问桑 那些人是谁 奈奈特还很奇怪 问桑有什么用 可桑却说道 他们 是阿格尼大人的弟子 而此时 阿格尼正和那自称 冰之魔女的人 在对峙着 你是 阿格尼刚想走上前去 冰之魔女的手一抬 阿格尼便被几根冰柱刺穿 就是你让这个世界 变得寒冷吗 嗯 嗯 冰之魔女似乎有点没反应过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 阿格尼问道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冰之魔女说 因为我可以 所以就这么干了 有时候看着雪 就顺手想做出一个雪球 不是吗 阿格尼回想着过去的种种 越快越好 最好是现在 就在这里 把这家伙给杀了 你知道 我们有多么的 阿格尼的话还没说完 冰之魔女又在她的身上 加了几根冰柱 痛苦和愤怒中 阿格尼的火焰燃烧得更旺 就是这样 阿格尼 你的火焰绝不能熄灭 这下 我们就互不相欠了 再见吧 冰之魔女留下了奇怪的话 接着便离开了 没过多久 冰柱融化 阿格尼跪倒在地上 身上的伤口很快地复原 他大骂着冰之魔女 突然 他在废墟中的一块玻璃上 看见了自己燃烧的脸 接着 他又像发现了什么似的 拨开废墟 渐渐地 一个孩子被烧焦的尸体挖了出来 阿格尼十分痛苦 他不愿看 甚至撇过头去 这孩子 的确是因自己而死的 另一边 被阿格尼救下的人们 在某个村庄安顿了下来 丽和田和奈奈特 在村外等待着阿格尼 奈奈特快受不了 这寒冷的气温 丽和田把他 拉到了自己的大衣里 两人就这么等着 终于 阿格尼回来了 太慢了 丽和田对阿格尼说 丽和田 阿格尼叫着丽和田的名字 丽和田还在说明着 当下的情况 丽和田 阿格尼喊出了声 是 我是丽和田 我想了很多很多 在来的路上 因为我 因为我的错 今天死了多少人 我究竟 你觉得 我今天杀了多少人 阿格尼语无伦次地说着 奈奈特看出 阿格尼心中所想 导演却不以为意地说 这次火烧得 是挺快的 就算一万吧 阿格尼瞪大了眼镜 奈奈特见状赶紧说 士兵们都避难了 大概也没死那么多吧 那到底有几人啊 导演问道 四 四百多人 奈奈特小声地说 丽和田抬起头 看着阿格尼的表情 你不会事到如今 告诉我说 感到了无穷的罪恶感吧 阿格尼沉默不语 还真是这样 丽和田说道 不过我现在 可没空管你这些 你还有一大堆信徒 在等着你 连觉也不睡了 你有责任救助这些人 跟我来吧 丽和田说着 带阿格尼回到了据点 据点里的人 见到阿格尼回来了 纷纷聚拢了过来 在他的身边祈祷 棒球男走了过来 替他的儿子 向阿格尼道谢 桑也趴在其他人的背上 靠了过来 他依旧那样纯真的笑着 并向阿格尼道谢 大家都相信你是神 你现在已经成为了 大家活下去的精神食量 总之 你现在绝对不能 一副和凡人一样 烦躁的表情 是你捡回来的奴隶 所以你要对他们负责到底 是你自己说想救他们 那么从今天开始 你就必须扮演好 你这神明的角色 人们围在阿格尼的身边 看啊 无论有没有镜头在一旁 阿格尼都得把这场戏 给好好地演下去 在人们生活的据点里 利可田原来的手下 答应为桑做一副假之 然而村子的情况 却不容乐观 许多本身身体就不好的人 因为食物的短缺 都开始撑不住了 不过 大家死去的时候 表情都十分安详 这是阿格尼 给了大家这样的希望 另一边 阿格尼 奈奈特和利可田 在讨论着 如何解决村子里 食物短缺的问题 现在村子里 大约聚集了好几百人 而这些人 都等着阿格尼 用奇迹把食物变出来 阿格尼不明白 什么时候 自己有了奇迹了 利可田子告诉阿格尼 这是阿格尼先前的行为 让这帮人 都觉得阿格尼就是神 如今在据点里 因为床和睡袋的紧缺 人们都是轮流睡觉 而紧身的食物 大家也都和平地分享 之所以 人们能在这种情况下 还如此忍耐 就是因为心中 都期待着阿格尼的奇迹降临 这明明 都是他们自说自话 阿格尼说道 期待本来就是自说自话 所以说 是否回应他们的期待 也是你的自由 利可田说着 只是 如果没能成功回应 会发生什么事 我可是很清楚的 利可田吸了一口烟 人们会失望透顶 然后把期待 化为怒火 转向你 要逃避 还是咬紧牙关 你要怎么做呢 阿格尼没有直接回答 他告诉导影和奈奈特 他见到冰之魔女 两人十分惊讶 阿格尼表示 如今 他也不知道该靠什么活下去 但是 他也不想就这样 输给仅凭自己一时的念头 就把世界变成这样的冰之魔女 所以 阿格尼说道 为了救下所有人 哪怕是半成神 或是其他什么都可以 只是 我真的有资格 说出这样的话吗 杀了多少人 就在这末世中 再生出多少个孩子 不就行了 导影说道 阿格尼沉默不语 奈奈特说 那杀了多少人 就同样救出多少人 不就行了吧 你这不是抄袭我的吗 导演吐槽道 但是 但是 阿格尼还想说 却被导演打断 只有人类才会烦恼 你可是神 况且 你现在还是先考虑 怎么解决食物问题吧 食物的话 我姑且有个办法 阿格尼说道 没办法 阿格尼只能采用 当年用过的方法 丽和田找来了斧头 阿格尼趴在地上 但是这次 没办法再砍手臂了 阿格尼全身 没有烧焦的部位 只有左侧的头部 拜托了丽和田 你想让人吃人肉吗 丽和田喊道 太有意思 他又笑了 奈奈特突然 凑到丽和田的耳边说道 如果能顺利切出 阿格尼的再生盒 不就能让他 正常地复活了吗 但情况 并没有这么简单 阿格尼的再生盒 在被点燃的右脑里 没有设备 没法干净地切出来 而且 没有火 不就一点都不有趣了吗 丽和田说道 奈奈特有些惊讶地 看着丽和田 他似乎在意的 真的只有他的电影 这火消失的时候 就是电影结束的时候 丽和田挥动斧头 干脆利落地 砍下了阿格尼的左脸 因为火焰的关系 斧头消耗得很快 丽和田便拜托 奇怪的罗南 利用祝福 制造新的斧头 罗南总是沉默不语 面对丽和田的话 也只会述出终止 丽和田警告罗南 不许把阿格尼在这的事 告诉任何人 毕竟神 得保持神秘感 切了一阵子 丽和田有些烦了 他问阿格尼 为什么不干脆 切丽和田的手脚 绝对不行 阿格尼站起身 我绝对不能让丽和田 在我面前受到伤害 哼 利和田举起伏头 装什么苦粉 阿格尼的肉 被分成一袋一袋 分发给人们 利和田拿着肉 送到说英语的女人那 但那女人却不收 他悄悄看见了 利和田砍下阿格尼的头 说到底 那不就是个祝福者吗 根本不是神 只是一个被点燃的 再生祝福者 利和田若有所思地说 我明白你的想法 不过眼下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饿死 要么吃肉 别想这么多了 阿格尼大人 真的是个神 贝利和田说服的女人 端起了阿格尼的肉 炖出的肉汤 真好吃 他用英文说道 村子里 棒球男在帮忙 分发肉汤 奈奈特和桑 坐在一起吃着 汤里不光有肉 还有眼珠 阿格尼大人的眼睛 吃了对眼睛好 桑说着 这是谁告诉你的 奈奈特问道 这是我自己想到的 桑边吃边说 没办法 奈奈特一只好硬着头皮 吃了下去 这些天 桑的甲汁也已经装上 他干劲十足地 准备开始练习走路 他希望能快点 为阿格尼大人帮忙 屋子另一个 失去双脚的人 听到了桑的话 也希望自己能早点站起来 一起帮助阿格尼 另一个人对他说 既然如此 你就要多吃点 阿格尼大人嘴巴的部分 这样 你就能得到神力 奈奈特听着大家 有些荒唐的话语 不禁产生了一丝担忧 他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利和田和阿格尼 大家明明对阿格尼都不了解 却自说自话地 编出了一些故事 利和田却告诉奈奈特 这就是所谓的宗教 并说 在很久以前的地球上 还有着许许多多的宗教 有说牛是神圣动物 而禁止吃牛的宗教 其实也许 是因为当时有因吃牛 而流行的疾病 奈奈特听了一头雾水 利和田接着说 你不用知道也无所谓 就算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你 只要告诉你 这是神的旨意 你就能明白 就像现在的人们 吃着 这怎么看都是人头的东西 却互相传言是神的旨意 大家就是这样互相欺骗 却对谎言坚信不已 很疯狂吧 阿格尼突然说 有问题想要问利和田 奈奈特也想要问 阿格尼让奈奈特先问 奈奈特想要知道 在那个不冷的时代 世界是怎么样的 利和田说 他也只是稍微体验过 那个温暖的时代 不过和现在 差的还是很多的 而在他出生前的旧时代 好像是和平 很有平等 好了 下一个 利和田简单地回答 并没能让奈奈特满意 现在轮到阿格尼问了 人死了之后 会去哪里啊 阿格尼诚恳的目光 看向利和田 你是小孩吗 你当我是什么 全知全能的神吗 利和田回答道 但是看着阿格尼 恳气的眼神 导演决定编个谎话 电影院 阿格尼不明白 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能看电影的建筑 人死了的瞬间 就会进入电影院 手里拿着爆米花和可乐 然后找自己的座位 接着 就开始播放有意思的电影 直到永远 电影院 是个温暖的好地方吗 阿格尼又问道 不知道 我又没去过 但是 是好地方 是个好地方 导演把好地方 重复了两遍 那就好 阿格尼低下头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奈纳特还在问着问题 导演却只是看着阿格尼感叹道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 平稳的日子没过多久 几个贝西姆德鲁克的士兵 来到了据点 他们似乎想要加入阿格尼教 一起生活在这里 导演认为 这是一个可以让阿格尼 更加神格化的机会 于是便带着阿格尼 来到了据点中 村子里 棒球男正殴打着几个士兵 阿格尼说 请给我助手 人们纷纷议论阿格尼用词的矛盾 阿格尼加强了语气 又说了一遍 棒球男停下了手 士兵们向阿格尼求情 棒球男请求阿格尼允许他 亲手杀死这些士兵 但阿格尼却说 要原谅这些士兵 人群中议论纷纷 棒球男也不能理解 李可田出来解释 如果现在杀了这些士兵 那我们不就和他们一样了 我们可不是贝西姆德鲁克 我们是阿格尼教的信徒 阿格尼教最终的目标 就是战胜这个残酷的世界 无论是杀害他人 或是遵从死亡的大流 都相当于是向这个世界认输 阿格尼大流已经代替我们 给予了贝西姆德鲁克足够的惩罚 接下来我们就要互相原谅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死后获得安宁 生活在被阿格尼大人的火焰 所照耀的温暖天堂 人们沉默 李可田对自己的演讲感到满意 他问士兵 除了他们几个 还有没有其他人了 士兵说 他们根据命令 把贝西姆德鲁克的英雄放了出来 不过那个英雄已经是个废人了 应该不会做什么 加害这位村子的事 他叫什么 李可田问道 是德玛大人 士兵回答道 夜晚 李可田和阿格尼 都在准备着食物 李可田说起了复仇的话题 阿格尼却表示 德玛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 李可田知道阿格尼是在嘴硬 不过表示这样也好 因为阿格尼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阿格尼了 而是阿格尼叫的神 两人说话间 棒球男突然出现 他告诉阿格尼 自己拥有 能够看透人心的祝福 虽然阿格尼的内心 终日被巨大的痛苦覆盖 他无法看穿 但是他能够看清李可田的心 您绝对不能相信这个家伙 这家伙已经被叛宁了 棒球男指着李可田说道 李可田却不以为的 让棒球男拿出证据 棒球男说李可田 只是想拿阿格尼取乐 他说的一切都是谎言 他就是个扮演成 轻浮女人的男人 一个披着女人皮的男人 尤达逐渐苏醒 他睁开了眼 看见了房间中燃烧的壁炉 你起来了 冰之魔女开门进来 他把柴火添进了壁炉中 又伸出手心 放出了一把火 为什么我还活着 尤达问道 因为你必须要活着 冰之魔女说 你是 尤达又问 冰之魔女 骗你 原来这人并不是冰之魔女 他之所以这样告诉阿格尼 只是为了让阿格尼 重新拥有活下去的动力 这也算是你们喜欢的表演吧 我的名字叫斯雅 尤达却对斯雅说的话 并不感兴趣 他现在只想一死了之 但斯雅却不想让尤达死 仔细一看 整个房间布满了奇怪的管道 从斯雅的身上 连接着尤达的身上 从斯雅的话里 可以听出 他似乎要进行某种仪式 尤达问他究竟想做什么 斯雅说 他要行使这个世界的真理 破坏和再生 一切的事物 总有一天会死去腐朽 我就要给这个 还在苟延残喘的世界最后一集 无论是什么 肉体 精神 艺术 政治 我要把这个世界的一切都破坏 没有破坏 就没有再生 这就是我的目的 让这个世界羡慕 让下一个温暖的世界 来临而已 而这一切 就要靠你了 尤达不明白 斯雅继续解释 我要让你吸取 这世上所有生物的生命 然后化为巨大的树 让地球回归温暖 尤达有些不敢相信 斯雅便继续向尤达解释起了 祝福的原理 祝福只不过是 旧时代的人们做出的 看不见的烤箱 和手枪之类的东西 只不过 被如今的人们神化了 在旧时代 人们已经进化到了 可以使用所有祝福的程度 而现在的人们 因为没能进化 所以就算能使用祝福 也只能使用其中之一 但斯雅和尤达是例外 斯雅找遍了整个地球 然而进化过的人类 也只有他们两人 白发 蓝眼睛 还有声音 斯雅脱下了帽子 我们完全一样 这正是进化过的人类的证明 尤达看着斯雅 除了他右脸上 树根一般的物体 斯雅的确和自己长得一样 别看我这样 我的年纪 也有四位数捞 斯雅说着 为什么 你还能在这个世界 活得下去呢 尤达问道 而在另一边 听到了棒球男说的话后 导演便收拾行李 离开了据店 阿格尼在他的后面追着 利可田却拔出手箱 朝他射击 阿格尼希望利可田 告诉他为什么要走 没有利可田 我根本无法正常思考 为什么 你在这里 不是很开心的吗 又是一枪 打在了阿格尼的头上 你又懂我的什么了 导演说道 在斯雅的小屋里 斯雅操纵着尤达的身体 从床上下来 并来到了室外 斯雅带着尤达 看着星空 说起旧时代的人们 那些人 舍弃了这个 进入冰河期的地球 去了其他的星球 除了地球之外的星球上 人们的容貌 都已经变得平等 永远被幸福笼罩 就连攻击性都舍弃了 但他们 都是枯死的人类 这片美丽的星光 就是他们枯萎文明的光芒 所以 在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里 不需要罪恶感 我要说出 让世界变得温暖的序言 斯雅说出了他的计划 他要让尤达 吸取地球上 除他以外所有生物的生命 但是 仅靠这点能量 也无法让地球回暖 接着 尤达要在其他的星球生根 将其他星球的生命 也都一并吞噬 这样的话 地球就能逐渐回暖 然后斯雅 要一个人 在地球上生下孩子 这样就行了 只不过 到时候尤达 也许会半永久性地活下去 一动不动的 斯雅脸上的树 就是当初 他想自己变成树的时候 弄出来的 只不过 当时进行到一半 有个想法 让他停止继续 那是让他活下去的食粮 星球大战的星座 晃到一半就没了 在旧时代 小说和电影 无论看 还是创作 都是禁止的 所以斯雅 要在下一个文明 哪怕要花好几万年的时间 他也要让这个文明 达到能够创造出 星球大战的水平 然后 他就能看到 星球大战的星座 这就是 为此的破坏 这一切 竟然只是为了 那没看到的电影 阿根尼 去拯救 虽然都是他们自说自话 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 我还是想帮他们 因为我已经不希望 再有人死在我的面前了 我只是不想这样而已 烧身之苦也好 对德玛的憎恨也好 我都能忍受过去 但只有这个 我究竟怎样 才算救了他们 我不知道 所以我想让利和田 在我的身边 阿根尼说完了 利和田又抬起手 他说我是男人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 雪球砸在阿根尼的脸上 我觉得那人是瞎说的 阿根尼说道 你有一点点 想过我是男的吧 利和田继续拿着雪球 砸着阿根尼 你有胸部啊 我怎么会觉得你是男的 阿根尼伸手去挡 那人可是说 他能够读取别人的内心 只有一点点 只有稍稍地想过 万一你是男的怎么办 就只有这么一点 就这一点点 对我来说 就和你看到有重要的人 死在你眼前 一样难受 为什么呢 阿根尼不明白 讨厌 就是讨厌 利和田大声地叫着 你不和我说清楚 我怎么会懂呢 阿根尼也抬高了音量 利和田抓着雪 胡乱地砸着 明明我的脑子是男的 身体怎么就是个女的呢 这种事 要怎么才能和你说清楚 明明是个男的 为什么声音和身体都 每当意识到这点的时候 就恶心得不得了 最后实在受不了了 就去做了变性手术 但是也因为再生祝福 泡汤 所以我就只能欺骗自己 是个女的 你是不会明白的吧 混蛋 阿根尼沉默了片刻 又突然说 她多少能明白 利和田的感受了 利和田不相信 明明自己就长着 喝 有什么关系啊 就有关系 利和田任性地喊着 她又告诉阿根尼 人们之所以会认为 阿根尼是神 其实和她做的事没有关系 一切都仅仅 是因为她的外表 所以我才会这么反胃 你对你妹妹不也是这样吗 利和田说着 跪倒在地上 呕吐了起来 你还是快回去吧 我回应不了任何人的期待 利和田缓缓地站起身子 你也还是会期待 那个不着调 疯疯癫癫的 女性利和田吧 阿根尼似乎被说中 利和田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要是作为普通的男性利和田 她在这个世界 是活不下去的 阿根尼可以努力 做想做的自己 但是利和田却做不到 因为她曾经发过一次疯 关于自己的事情 都已经不怎么记得清了 雪地中 利和田转身离去 阿根尼仍然跟在她的身后 那电影怎么办 无所谓了 这种自制电影 让我也是很正常 我接下来做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不想看吗 稍微有点吧 不过那也无所谓了 那冰之魔女怎么办 那种东西根本不存在 白痴 存在的 白痴 阿根尼和利和田对骂着 阿根尼只会骂利和田白痴 利和田嫌弃阿根尼的词汇量 但是渐渐的 两个人就陷入 小学般的白痴对骂中 白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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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一个啊 利和田说着 你还真是个小鬼 阿根尼承认 从15岁开始 就被火焰烧着 所以只有身体长大 其实我也觉得 自己的外表和内心不同 我明明只是个痛苦的小鬼 但是大家却把我当作神 利和田打断了阿根尼的话 他不要阿根尼的同情和理解 也不想对阿根尼说 任何关于自己的事 但我想知道 阿根尼喊道 为什么 利和田问 阿根尼沉默 看嘛 你也只是嘴上说说 不对 阿根尼反驳道 我 我只是觉得 如果有姐姐的话 会不会像是利和田你这样的 利和田停下了前进的步伐 转了过来 利和田说的话 都是我不知道的事 很新鲜 很刺激 和你说话的时候 就会忘记痛苦 就像和妹妹说话的时候一样 就会忘记 还身处于这个糟糕的世界 所以 你就像我的姐姐一样 利和田一言不发地 看着阿根尼 是不是 阿根尼低下了头 是不是哥哥会好一点 利和田也撇过头 我也讨厌别人 为我孤立这个 你果然是个小鬼啊 利和田坐在了雪地上 低着头 姐姐就行了 利和田在他的身边坐下 利和田掏出了一根烟 抽了起来 如果真的那么有意思的话 我回去 也不是不行 利和田想起 刚刚阿根尼说过的那件事 我要去见德马 我想亲手 结束这场复仇 利和田说着 利和田听完 答应了阿根尼 只是现在有点累了 那我们就坐着聊天 直到能走动了为止 我会说关于我的事 阿根尼说着 我不会说我自己的事 利和田说 所以 我就跟你讲讲 电影的简介吧 两人就这么坐在雪地中 放松地交谈着 据典里 奈奈特 拿出自己一直珍藏的香烟 插在雪堆上 他向神祈祷 希望利和田 能够回来 桑以为奈奈特 是在向阿根尼祈祷 但并不是这样 奈奈特知道 阿根尼不是神 他只是希望利和田 能够回来 否则阿根尼叫 就要完了 没有利和田的知识 仅凭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家 没办法在这世界生存 奈奈特是这样认为的 他收拾好背包 准备外出 拍点有意思的东西 好让利和田回来的时候 能够开心点 桑和怪罗南 也一起跟着奈奈特去了 阿根尼和导演 找到了贝西姆德鲁克 幸存的士兵 询问德马的住处 士兵领着两人 来到德马住所的附近 利和田表示 待会儿见到德马 他不会多说一句话 只是拿着摄像机 在边上默默地拍摄 突然 一个男孩端着枪 朝着地面 发出警告的扫射 不许你再往前一步了 严全 严全 那是孩子 为阿根尼所取的名字 阿根尼让利和田 跟在自己的身后 他静止地 朝着男孩走去 他没有攻击 也没有躲闪 只是向前走去 男孩见子弹 对阿根尼没用 丢下一具恶魔 便转身逃走 两人继续朝着坡上走 终于看见了德马 生活的据点 别再往前走了 身后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德马背着路走来 利和田立即 拿出摄像机 开始拍摄 德马放下猎物 我知道 你总有一天会来的 我是来找你谈谈的 阿根尼说道 利和田不断地 拍摄着两人的特写 我要去钓鱼了 跟我来吧 德马的脸上 没有过多的情绪 只是这样平淡地说着 德马带着阿根尼 还有利和田 来到了冰面上 他用工具 凿开冰层 开始钓鱼 阿根尼的火焰 会破坏冰层 所以只能远远地站着 阿根尼和德马 都一言不发 不一会儿 德马就上钩了一条小鱼 你不是要和我谈谈吗 说吧 德马将鱼扔进桶里 你为什么要钓鱼 阿根尼问道 德马看了看他 又转过头去 我要养17个孩子 为了让他们有东西吃 你就是来问这些的吗 我知道你会杀我 那个时候 我当然会向你哭着求饶 因为我的死 和17个人的死 息息相关 但是你居然会找我来谈话 如果只是谈话 你就能原谅我的话 想聊多久都可以 德马盯着水面 目不转睛 我怎么可能会原谅你 阿根尼回答 这是你的火焰 无论我多么想忘记 每当看到这个火焰 疼痛就在脑子里咆哮着 要我杀了德马 阿根尼吼出了声 那么 你还是来杀我的吗 为了能够继续前进 我想要一个结果 杀了你也好 不杀你也好 我想要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由谈话决定 要是杀了你 就死你一个人的话 我当然会杀 但你刚才说 你的死和17个人息息相关 那么这17个人 就由我带回我的村子 那里不缺食物 这样就算杀了你 死的也只有你一个 你还有什么求饶的理由 阿根尼读吻着德马 又是一条鱼上钩 你想让小孩子吃人肉吗 德马把鱼钩从鱼嘴中取出 没错 是我的肉 阿根尼回答 他们都是吃了我的肉 下去的 被你屠杀的村民也是 露娜也是 他们都是吃了我的肉 活下去的 这样谁都不用死 就是因为你的误会 而烧了我的村子和露娜 阿根尼对着德马喊道 我没有误会 德马说着 他人没有看下阿根尼 你觉得现在的人们 缺少的是什么 不是温暖的气候 不是大量的食物 也不是神 而是正确的教育 又是一条鱼上钩 丽可田拍着 突然被德马的话 吸引了注意 你觉得吃惯了人肉的村子 在你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会饿死 不 不会死 德马反驳 生命不会这么简单的 就死去 德马钓上来的鱼 在桶里游来游去 但是你死去了 吃人肉的文化 还会留下 到时候他们就会为了 吃人肉 去袭击别的村庄 或是同族相残 若是没有正确的教育 作为人的基础 人就会简单的 做出非人之道 这样下去 人便不再为人 阿根尼听着德马的话 他说这些 不过都是德马的妄想 不是妄想 而是想象 就是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才会无法想象 之后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正是因为无法想象 你才会这样 挥舞着错误的正义 我猜没有 阿根尼刚想要解释 你就是在挥舞 你用你那愚昧的正义 毁灭了贝西姆德鲁克 德马看着阿根尼 这也是我的想象 你在毁灭了贝西姆德鲁克之后 没有后悔过吗 难道没有 再怎么说 这样也太过分 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之类的想法吗 阿根尼一时雨色 因为他的确有 阿根尼 我不会指责你 因为我没有指责你的权利 因为当时烧死你的我 也不是受到正确教育的我 德马回忆起曾经的日子 那时的贝西姆德鲁克 为了统领人民 用神在战斗的录像 来给他们洗脑 贝西姆德鲁克的神 用火焰 把地狱的恶魔烧光 这样的场景 为德马的灵魂 点上了火 他曾经也被彻底的洗脑 某一天 尤达告诉德马 神降下了天气 于是为了增加努力 德马命令部下 前往某个村子 然而德马的小队 遭到反击 几乎全灭 而那唯一的幸存者 带回的战利品 让德马明白了一切 他从前看到的影像 只不过都是 迷叫电影的东西 只是人们 为了娱乐而创造出来的 而他每天膜拜的神 也只不过是人类的演员 我只不过是 相信着那个人的表演 而去烧死了无数的人 德马的手 颤抖着 鱼竿从手中滑落 有时候 我都想把自己给烧死 突然 利和田停止了拍摄 飞起一脚 把德马踹倒在地上 他骑在德马的身上 扇着耳光 把我家 还有我的电影 全烧了的 就他妈是你吧 连那种烂片的包装盒 都有的 只有我啊 对不起 德马道歉 但利和田更加愤怒了 他一拳 又一拳地揍着德马 我就说贝西姆德鲁克 这个词 在哪听过 也是从那烂电影里抄的吧 德马不断地求饶 利和田不仅没有停手 反而要扒了德马的裤子 德马下意识地 一脚踹在利和田的脸上 接着又不断地道歉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那部电影 可是超级有名的垃圾电影 你们的神 也就是那个电影的主角 那个演员 可是个酗酒 还强奸妇女的人渣 德马惊讶地 听着利和田的话 别这样 利和田 阿格尼说道 你倒是过来复仇啊 用你的言权 利和田朝着阿格尼喊道 突然 在湖边 德马所照顾的孩子们 都跑了过来 他们用自己小小的身躯 挡在德马的身前 不许欺负老师 你们这些坏人 德马再次恳求两人原谅他 我知道 我做了许多无法挽回的事情 我这一辈子 又无法弥补 但是我还不能死 求求你们了 利和田的怒气 无处发泄 只好用脏话 大马德马 不可以说脏话的 孩子对利和田说 那是德马对他们的教育 利和田还想开口 阿格尼却说 回去吧 他已经对德马下不去手了 他自己也好 德马也好 现在都有了要救助的对象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样就算结束了 阿格尼对利和田说 我要走了 阿格尼转身离去 你这样就满足了吗 利和田喊道 死去的路纳 看到这样的结局 你觉得他会满足吗 路纳他不是那种 因为谁死了 就会满足的人 阿格尼转过头吼着 接着又转了回去 我也是啊 我看到德马死了 也不会满足的 阿格尼和导演 离开了湖边 他们在雪地中 慢慢地走着 准备回到自己的距离 你真的就要这样 对你的复仇 曹操了事吗 雪地中 丽和田在阿格尼的身后问着 如果是电影的主角 他会杀死德马吗 丽和田的声音小了许多 因为是主角 才不会杀他吧 杀了那样的德马 也不会有快感 而且还会间接害死孩子们 要是害死了孩子 观众就会讨厌主角吧 立刻田说着 这样的话 不是挺好的吗 我不就是主角吗 如果是为了拯救大家 主角也好 神也好 我来当就是了 这样对谁都好吧 据点里 人们聚集在一起 演奏着音乐 唱着歌 他们用着歌声 在美天上的阿格尼 雪地中 立刻田拿雪球 开玩笑般地砸着阿格尼 阿格尼慢慢地走着 原唱头 英雅 差阻 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有个请求 你能为我杀了德玛吗 幻想中 火炉前的露娜问道 不行啊 德玛已经在反省了 这都是她装出来的 演技 对 演技 哥哥周围的人 不都是这样的吗 为了活下去 什么都装得出来 哥哥 你最清楚了吧 但是 我已经是主角了 还是神 哥哥 为了我好吗 对她 使用盐拳吧 露娜将拳头 抬了起来 阿格尼用燃烧热的手 捂着脸 原本完好的左脸 也开始灼烧 左脸的火焰 逐渐熄灭 然而眼前居然是 怎么会这样 阿格尼的拳头 穿过了一个人的胸膛 那面目全非的人 在阿格尼的面前 痛苦地喊着 渐渐地 被烧成了焦黑 阿格尼转身望去 身边只有灼热的大地 和焦黑的废墟 阿格尼低头 她的脚下 还有着许多的尸体 丽可田拿着摄像机 在远处 有些惊讶地拍着 那镜头中 记录下了 阿格尼失控后 所做的一切 已是黄昏的据点 孩子正在晒衣服 燃烧着的阿格尼 毫无在意地 从一旁走过 身上的火焰 碰到了衣服 又碰到了孩子 孩子瞬间 被火焰覆盖 另一个孩子看见了 冲了过来 享用血 扑灭同伴身上的火 可是没想到 火苗也窜到了他的身上 其他的孩子在房子里 被闯进来的阿格尼 火火烧死 德马冲了过来 拼命地 向阿格尼释放火焰 但阿格尼 这一次并没有被击倒 他的手 穿过了德马的胸膛 就这样 阿格尼完成了他的复仇 阿格尼看着自己的手 丽和田看着阿格尼 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突然 一个女孩的身影 出现在了燃烧的废墟中 阿格尼担心女孩 被火焰烧倒 于是追了上去 女孩带着阿格尼 来到了湖边 她站在冰冻的湖面上 阿格尼迟疑了一下 也走了上去 不一会儿 她脚下的冰面 就开始破裂 阿格尼 利和田在湖边大海 快过来 她伸手 想要去拉阿格尼 可阿格尼 却依旧站在那儿 利和田 你原来和我说的 想让我来做电影主角 我是主角 你是导演 奈奈特是摄影师 德马是反派 我如今 终于发现了 原来我是什么 原来 我才是反派 村子被烧光 妹妹被烧死 我便给了她一个 和我同样的极度痛苦 我究竟烧死了多少人 我还需要救多少的人 才能感到愉快 从我身披着火焰之时 便就只能去杀了 我要是那时 和露娜一起死了 就好了 阿格尼流着泪 望向利和田 到了电影院之后 该干什么呢 阿格尼思考着 首先 先去买票的柜台 选自己想看的电影 然后买票 接着再去买焦糖爆米花 买了饮料 可能在电影放到一般的时候 想去厕所 所以不要买 再然后 去买电影的小册子 之后进入放映厅 找到座位坐下 阿格尼进到空空的放映厅 她看见露娜 坐在自己的座位旁 妹妹替她翻下座位 阿格尼开心地走过去 突然 导演出现 从她的身后 揪住她的衣领 朝后甩去 导演坐在阿格尼的座位上看着 瞧 这是小时候的我 立可田说着 对了 是这样没错 我是受了爷爷的影响 才开始看电影的 我终于想起来了 阿格尼 你知道吗 我想总有一天变成男人 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 去拯救他人 立可田坐在椅子上说着 水下 立可田抱着阿格尼 那火焰顺着两人的身体 蔓延开来 突然 立可田猛地用力 推着阿格尼 跃出了水面 立可田的头发 湿漉漉的 可身上的火焰 却没有熄灭 想救阿格尼的这种情感 就会引火烧身 好烫 好痛苦 什么都无法思考 阿格尼就是忍受着 这种痛苦 活到现在的吗 能走路简直就是奇迹 疼痛会让肌肉紧绷 所以他才那么健壮 还以为他天天 背着我们锻炼 这也算解开了一桩心事吧 虽然根本无所谓 立可田胡思乱想 总之 先想点什么 来缓解痛苦吧 对了 电影中的人物 在临死前总要说句话的 那我也来说一句好了 在地狱里再会吧 算了 下辈子要做猫 没看过芳草天空的 说了也听不懂吧 妈妈 这能够让对方觉得 这人也是和我一样有家人的 从而产生共鸣 虽然有点俗 就这个 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妈妈 立可田看了看阿格尼的脸 这家伙要是我死了 他一定不会活下去 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救回来的 他还必须活下去不可 可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阿格尼这样 还必须要活下去 他已经成功地杀了德玛 死了 就能和妹妹团聚 他自己也很想死 但是为什么 他还必须要活下去呢 立可田想着 突然 他似乎有了答案 阿格尼 立可田勉强发出了声音 活下去 他已经浇黑的尸体 对着阿格尼 说了那最后的一句话 阿格尼抱着立可田 在星空下的雪地中 往据点走着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们终于回来了 可据点已经完全变了样 参天的大树 野蛮地生长在据点的废墟上 那树根的末端 连着据点里死去的人们 远处桑 奈奈特和怪罗南 因外出也躲过了一劫 那棵树就是尤达 阿格尼的身后 一个人说道 现在 你便无法战胜它了 那是斯雅 它的计划已经开始 如今的尤达 和你我完全不同 你的再生能力和火焰 它随手便能消除 我看电影的时候 总是盯着反派 我最喜欢反派 反派总是对自己歪曲的信念 人坚信不移的战斗 让观众看到 主角受苦的样子 但是在最后的最后 还是会输 为了给主角胜利 还有给观众们爽快的感觉 所以我喜欢你 你仅凭一击之间 就毁灭了贝西姆·德鲁克 并残杀了许多无辜的人 最后 该轮到你死了 让我见证你的死亡吧 也给我那种爽快的感觉吧 斯雅对着阿格尼说道 导演的身体 从阿格尼的手中掉落 摔得粉碎 而阿格尼 只是无助地跪在原地 阿格尼跪倒在地 斯雅的手 指向远方的树 只见到树竿上 伸出一根枝 疯狂地生长 贯穿了阿格尼的身体 阿格尼趴在导演的尸体前 明明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 为什么还要他活下去呢 问题的答案 导演永远无法回答 树的攻击过后 阿格尼身上的火焰 并没有消失 阿格尼 突然 阿格尼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呼喊着他的名字 是露娜 还是尤塔 阿格尼 杀了我吧 声音似乎从树中发出 但是却直接传到阿格尼的心中 为什么 阿格尼不明白 我已经不想活了 但是 我自己是死不了的 我在这棵树上 创造出贝西姆德鲁克的是我 创造出德马的是我 把你妹妹害死的是我 所以 杀了我吧 尤塔在树中 祈求着死亡 阿格尼拔出身体中的树枝 针扎着站起身 一旁的斯雅 人在呼喊着尤塔 让他杀死阿格尼 杀了我吧 尤塔的声音 人不断地传来 是吗 既然这样 那我就杀了你 把你烧成焦炭 阿格尼似笑非笑地说着 突然 那伸出的树枝 又一次地插进阿格尼的身体中 接着 把他给拉到了树干上 阿格尼紧紧地贴着树干 拼命地挥拳 同时嘴里喊着 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可是无论阿格尼怎么攻击 树都没有燃烧 斯雅让尤塔快点动手杀了阿格尼 而尤塔求死的声音 人在阿格尼的脑海中 杀了你 阿格尼大喊 杀了他 斯雅大喊 杀了我 尤塔在阿格尼的脑中大喊 杀了他 杀了我 看我杀了你 阿格尼曾天真的幻想过奇迹 也许等一切结束 死去的大家就会醒过来 也同样正是因为奇迹的存在 所以被火烧的阿格尼 能活到现在 但此刻 阿格尼终于明白 那只是他天真的白日梦 奇迹根本就不存在 为什么他身受烧身之苦 还能活着 只是因为 他已经不正常了 阿格尼剥开树皮 尤塔躺在其中 他举起那燃烧的拳头 准备挥下去 但他看着尤塔的脸 又问道 你真的不是露娜吗 没错 我真的不是露娜 尤塔闭着眼 躺在那 那脸庞 和躺在床上的露娜 一模一样 你没骗我吧 阿格尼仍在问着 那高举的拳 也已经放下 没骗你 尤塔说道 你在骗我对吧 你在对我说谎 阿格尼说道 尤塔睁开眼 看向阿格尼 我不是 阿格尼一拳 打在了尤塔的脸上 打断了他的话 接着 又是无数拳 轰了上去 奇迹快出现 挥动着拳头的阿格尼 心中仍旧期望着奇迹 他痴心妄想着 在尤塔死后 他就会变回露娜 感谢阿格尼救了自己 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算这一辈子都烧下去 也无所谓 所以 发生奇迹吧 发生奇迹吧 现实中的尤塔 血肉模糊 幻想中的露娜 却满脸幸福 阿格尼发了疯死的挥着拳 脸上似乎沾上了手 他拿下来一看 那是年少的他 和露娜的合照 阿格尼低下头 照片变为灰烬 在风中消散 阿格尼又抬起头 我 究竟是什么东西 阿格尼生下的大树 突然开始疯涨 最后爆炸 那树中蕴含的能量 让环境稍稍地变暖 天空下起了雪 结冰的海面 也久违地化开 岸边一男一女 赤裸着身体躺在那 阿格尼起身 他身上的火焰 已经不在 而他的右手 也在刚才的爆炸中断掉 没有复原 他转过头 看到了身边的尤达 他起到了尤达的身上 举起那紧慎的手 他想挥拳 却怎么也做不到 尤达醒来 他摸了摸阿格尼 被泪水沾湿的脸 感觉很好 尤达的话 令阿格尼吃惊 眼泪 很温暖 海浪 大海 尤达坐起身 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雪 好凉 好舒服 尤达脸上浮现了陌生的笑容 他像个孩子似的 跑着 笑着 谁 尤达的手指着阿格尼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阿格尼问道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尤达只是重复了 阿格尼的话 谁 尤达的手指着自己 露娜 阿格尼下意识地说 哦 不对 阿格尼想要改正 但他看着尤达 天真的脸说 对 露娜 谁 尤达的手又指向阿格尼 我是哥哥 阿格尼说道 露娜 哥哥 尤达兴奋地喊着 尤达开心地笑了 阿格尼也跟着一起笑了 我究竟在说什么 阿格尼扪心自问 这家伙不是露娜 而是害死露娜的元凶 就算他有着露娜的声音和外表 他也是个该死的人 傻 杀了他 冲动又涌上心头 阿格尼举起拳 但尤达却走过来抱住了他 好暖和 阿格尼这才意识到 自己没有在燃烧 而且身上也完全不痛 没了 尤达碰了碰阿格尼的断臂 阿格尼也像刚意识到似的 看了看 那边有个房子 去看看有没有衣服吧 阿格尼和尤达 朝着不远处的楼房走去 这里似乎是一个工厂 他们走进了一个 看起来像是宿舍的房间 尤达拿起了衣服 但是他却不记得怎么穿 阿格尼的心中 人就喊着要杀了尤达 但是嘴上 却教起了尤达 如何穿衣服 再穿几件吧 阿格尼在衣柜中翻着 杀了他 杀 阿格尼转过头 看到穿好衣服的尤达 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真可爱 阿格尼捂着嘴 流出了眼泪 尤达上前抚摸阿格尼的脸 为什么 眼泪 尤达的话 就像刚学会说话的孩子 这一切 好像做梦 阿格尼说 我已经搞不清了 这一切的一切 我这个疯子 已经什么都不明白了 想也想不明白 露娜 阿格尼轻声地唤着 尤达大声地硬着 阿格尼的泪水 止不住地流 露娜 嗯 露娜 你是露娜吗 是啊 阿格尼抹掉了泪水 露出了扭曲的笑容 尤达试穿了一套 又一套的衣服 阿格尼吃惊地欣赏着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衣服 阿格尼吐槽道 不许动 你们两个变态 突然 一个人举着步枪 出现在了房中 敢动一下 就杀了你 敢用祝福 也杀了你 眼前的人威胁道 尤达却毫无在意地蹦着 我们都不是坏人 阿格尼淡定地解释 可是 你为什么光着身子 就算不是坏人 也绝对是个变态 那人的话很有道理 阿格尼说自己感觉不到体温 也一点不觉得冷 他什么也感觉不到 什么都 但他不是变态 是因为不冷 才不穿衣服的 端着枪的人 把两人赶了出去 要他们不回头地 赶紧离去 阿格尼却立即转身 感谢对方给了露娜 衣服和鞋子 突然 他们身后又出现了 三个拿着枪的女子 特纳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新来的三人问道 特纳告诉同伴 这两人跑进了家里 所以把他们赶走 怎么办 三人商量着 突然 一个人说 要把这两人杀了 为什么 特纳似乎并不同意 那人说 放跑了这两人 之后可能会叫人过 而且 他准备把这两人 做成肉质 你是不是疯了 特纳说 老师说过 要是吃了人肉 是会下地狱的 可是 现在海里 钓不到鱼了 也不能去老师那里 要吃的 那人回答 每天 贝西姆德鲁克的难民 都对我们虎视眈眈 再没吃的 没力气的话 我们就都要被抓走了 哪还有功夫 在乎什么神 人肉也是肉 和牛猪一样 我们要杀了他们 然后去吃 在这生活的姑娘们 是在阿格尼复仇前 就从德玛的据点离开的 独自在末世中的生活 比想象的困难 几乎压垮了他们的神经 特纳说 人要是吃了人 就不再是人了 阿格尼听着这话 似乎想到了什么 老师 是说德玛老师吗 阿格尼问道 我也是德玛老师的学生 阿格尼说了谎 你们知道 德玛老师的家 已经被袭击了吗 这一句 确实是事 这种人不敢相信 要阿格尼拿出证据 阿格尼流出了泪 将露娜抱在怀中 他说 贝西姆德鲁克的难民 烧毁了房子 老师和其他人 都被烧死了 你抛弃了大家 自己跑出来了吗 先前说话的难人问道 阿格尼解释说 他和难民们战斗了 但是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带着妹妹逃出来了 露娜 她是我的妹妹 我和露娜好不容易来这儿 途中还被难民抢走了衣服 阿格尼说着 露娜捡起了地上的血 放在嘴里吃着 她受了很多刺激 现在人都傻了 众人听着 渐渐放下了枪 突然 特纳把枪 抵在了阿格尼的身上 让开 他们来了 原来 他并不是在瞄准阿格尼 突然 众人都变得紧接 远处 难民们开着车 逐渐接近 你们两个 快进屋子吧 特纳对阿格尼和露娜说 可阿格尼 却主动走向前去 你的再生祝福 尤达可以轻易消除 斯雅的话 阿格尼还记着 他看了看 自己没有复原的断臂 他知道 现在 他可以死了 露娜大声地喊着哥哥 阿格尼走到难民中 带头的难民 朝着特纳喊话 他们是来劝特纳几人 跟他们走 他们能够提供食物 但是需要特纳的人 完成生孩子的任务 他脱下帽子和围巾 手朝着天上 放出了火焰示威 你们这帮男的 都给我去死 带头的难民 问阿格尼 站在哪边 阿格尼说 他原来准备 和同伴一起侵犯特纳 但没想到 特纳是祝福者 所以同伴被杀了 自己的衣服 也被烧光了 他想要为同伴 和衣服报仇 难民一听 发现阿格尼 和自己有同样的立场 于是邀请阿格尼加入 阿格尼欣然答应 问带头的 能不能先给他 进衣服穿一下 带头的 从车子里 找出了几件衣服 递了出来 阿格尼趁机 一拳把那人的头 轰在了车门上 接着 又干脆地干掉了 身边的两人 剩下的难民 举起了枪 阿格尼并不害怕 他走上去 开枪吧 他心里渴望着 难民朝阿格尼开枪 阿格尼在淡雨中 将士兵杀死 但他的身体 也已经千疮百孔 还剩一个士兵 阿格尼让他 带着尸体滚蛋 那士兵害怕的 开着车 立即离去了 特纳等人 看着阿格尼 有些害怕 你是什么人 特纳问道 但是 阿格尼却倒在了雪地中 昏迷中 阿格尼感觉到 有谁在握着他的手 那手 仅仅是握着 但是却没有温度 先前 说要杀了阿格尼 吃饿的女人 此刻 正在为阿格尼 取出体内的子弹 露娜趴在一边 担忧地望着阿格尼 请别这样 就让我这样死了吧 我已经杀了太多的人 因为我 已经死了太多的人 阿格尼在潜意识中说着 我已经可以毫无犹豫 和罪恶感地 欺骗自己 和他人活下去了 请让我死了吧 要是让我继续活下去 我会更加疯狂 要是继续活下去 我就不会再是我 至少 在我还有些许 正常的时候 让我死了吧 让我就这么死了 这样对谁都好 活下去 露娜握着阿格尼的手 说着 阿格尼突然倾坐起来 她大声喊着 身上的弹孔 几乎都浮原 手也长出了些许 接着又倒了下去 活下去 阿格尼睁开了眼 她躺在床上 为自己做手术的人 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而露娜 则在被子里躺着 你叫什么 女人问 想不起来了 阿格尼回答 明明除了名字以外 都还记得 女人说 那可真是遗憾了 你的妹妹呢 露娜 阿格尼回答 那你又叫什么呢 阿格尼问 丽安 女人回答 阿格尼感谢丽安的救命之恩 丽安说 阿格尼把那帮人打了一顿 确实大快人心 但这不代表 他们已经信任阿格尼 她问阿格尼 为什么要放跑一人 阿格尼说 她不想看见有人死去 她已经厌烦杀人和被杀了 我决定以后 只为露娜而活 你那么爱你的妹妹吗 丽安问道 当然 她可是我的妹妹啊 阿格尼面无表情地说着 丽安看着 答应阿格尼可以住下 但是必须得卖力地干活 此外 如果阿格尼想要伤害大家的话 他们就会杀了露娜 丽安抓住阿格尼的手 那是德玛教给他们的方式 就算是陌生人 只要握着手 感受到了体温 就算是认识 对了 在你想起你的名字前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丽安问道 你是 你也叫我哥哥吧 阿格尼说 丽安为阿格尼找来了衣服穿上 并把基地的大家介绍给他 特纳能够喷火 但是既不能调整火力 而且会立刻累掉死 所以基本没用 特纳 露娜重复着大家的名字 我是丽安 你的救命恩人 还有一对双胞胎 伊亚和拉努 他们就确认德玛老师 是不是真的死了 所以不在 老师很厉害 而且很顽强 一定还活着 丽安说着 特纳边看着书 边小声地附和着 丽安把阿格尼叫去干活 他原本准备让露娜不要跟来 但露娜天真无邪的脸 让他不再多管 三人离开了房间 特纳偷偷地流泪 把书放在脸上 哭了起来 丽安把阿格尼带到海边 昨天突然长出又爆炸的大树 让整个世界都温暖了不少 并且海面上出现了许多的木头 丽安让阿格尼 把这些木头都搬回据点 安排好工作 丽安便走了 于是海边只剩下 傻乎乎的露娜和阿格尼 阿格尼捡着木头和树枝 突然 露娜跑到了海里玩耍 没办法 阿格尼担心妹妹的安危 只好把露娜带回房间安顿好 再单独出来 她把木头抱回屋子 一根又一根 突然 露娜又跑到了海里 还走到了水深的地方 阿格尼立即游过去 救起了妹妹 露娜趴在阿格尼的怀里呛着 阿格尼看着她 太好了 这样露娜就完全离不开我了 这样 她真的就是露娜 而我就是哥哥了 接着 阿格尼又和露娜碰了空拳 他们约定好 以后露娜不再乱跑 阿格尼看见了一头鹿 她让露娜先回去 而她 则一把抓起了鹿的脖子 露娜她没有我 就是不行的呀 阿格尼渐渐地 越来越入戏 她拖着鹿回到据点 骗离安 这鹿是从悬崖跌落摔死的 一夜交替 拉努回到了据点 特纳着急地询问 老师的情况 拉努真正地 看着特纳没有说话 伊亚呢 特纳又问 房子也好 人也好 都被烧成焦炭了 拉努说 而且在回来的路上 被难民盯上了 伊亚的脚被打伤 被敌人抓走了 你看见尸体了吗 特纳喊出了声 你看见老师的尸体了吗 她越来越慌张 拉努没有说话 特纳冷静地下来 道了歉 夜晚 众人睡下 阿格尼问他们 怎么不去救同伴 可大家 却并没有这个打算 敌人人数众多 而且早有准备 而几方的战斗力 又很差 就算加上 能够简单再生的你 又能做什么 特纳对阿格尼说 这里有危险了吗 阿格尼问 当然了 但是 我们只有这里了 你要是想走 就带着你妹妹走吧 阿格尼在宿舍外 埋头坐着 露娜 来到哥哥身边坐下 投靠在哥哥的身上 你不冷吗 阿格尼问 露娜 你想待在这里吗 露娜想 留在这里 露娜 靠着阿格尼的肩头说 阿格尼 为睡着的妹妹 盖上毯子 既然妹妹 想要在这 那么哥哥 就必须保证 妹妹的安全 阿格尼拿着火把 离开据点 朝着难民 所在的地方走去 屋子中 难民正对着 十字架祈祷 而易亚 则惊恐地躺在床上 阿格尼在屋外 把火把按在头上 火源开始灼烧 化为岩泉吧 露娜的画在耳边 阿格尼的右手 瞬间长出 她大声地吼道 火源熄灭 阿格尼的脸 逐渐复原 她浑身上下 都沾满了血 地上全是尸体 难民的 还有易亚的 我是来救你的 阿格尼说 不 你不是 你是为保护露娜 而来的 阿格尼在屋子中 找到锯子 她把自己的手臂 给割了下来 阿格尼带着易亚的尸体 鲜血淋漓地 回到据点 那些难民呢 特纳问 我全给杀了 你能这么随便地 就杀人吗 为了保护露娜 我会不惜一切 阿格尼说道 众人将易亚 和先前死去的同伴 安葬在一起 夜晚 众人都睡下了 阿格尼准备 回到自己的房间 突然 特纳拉住了她 她看上去 十分紧张 怎么了 阿格尼问 德玛老师她 是我的父亲 特纳古奇雄奇说 我的父亲 我的三个哥哥 四个妹妹 全都被烧死了 就是那个烧了 贝西姆德鲁克的 就是被那个盐权 给烧死的 都怪那个盐权 我们不得不和 贝西姆德鲁克的难民 互相抢夺吃的 互相残杀 都怪那个盐权 我被他们给侵犯 现在还怀了孩子 都怪那个盐权 今天易亚 她也死了 你很厉害的吧 求你了 去杀了盐权吧 阿格尼突然醒了 她已经变成了 她最为憎恨的德玛 因为她 立刻天死了 因为她 无数人死了 她也不是露娜 我也不是她哥哥 我已经不能 只是阿格尼了 也不再是主角 更不是神 永远 都是他人来决定 我是谁 那么从今天起 我就是盐权 我明白了 我会去 杀了那个盐权 阿格尼握紧了拳 只是这杀意 对准了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 阿格尼不断地尝试自杀 可是每当要死的时候 那句活下去 就会在脑中响起 接着 伤口变回迅速地复原 阿格尼抬起头 少年阿格尼 生气地看着她 不是的 我会死的 我一定会去死的 所以 求求你 别再这么看我了 自杀失败了 阿格尼回到据店 大家一起吃着鹿肉 开着玩笑 明明同伴 昨天才死去 明明你们的家人 都是我杀的 你们还在我面前 笑得这么开心 阿格尼吃了一口肉 可是太久 没吃东西的她 完全适应不了 食物进到胃里的感觉 她倒在了地上 看向四周 不是我妹妹的人 成了我的妹妹 信了我的谎话的人 在迟被我杀死的鹿 被我杀了的人的孩子 让我去杀了我自己 因为我才死了 双胞胎姐妹的人 还在冲我笑 愤怒 痛苦 疯狂 谎言 还是原来那样比较好 阿格尼闭上了眼 阿格尼在屋外 和特纳一起晒衣服 特纳说 阿格尼昨天晕倒的时候 头撞到了桌角 但是现在已经恢复了 所以慢慢地把手 也治好吧 手好了之后 就帮我杀了眼泉 我已经查到 她在哪里了 特纳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阿格尼紧张地答应 突然 特纳身体一阵不舒服 阿格尼把她带回了屋子 利安责怪阿格尼 让孕妇到处乱跑 阿格尼看着特纳 那是因为她 才怀上的孩子 一切都是她的错 死吧 窗外 少年阿格尼说着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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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身的杀疑 在脑子中 无限地重复着 帮我 杀了眼泉吧 阿格尼走出屋子 朝着大海中走去 她沉入海水中 岸上的露娜看到了 也冲了过来 她把阿格尼救了上来 放开我 阿格尼挣脱露娜的手 露娜 却又一次地抱上来 离我远一点 阿格尼说 活下去 露娜在她身后喊道 为什么 我一直想听到的 不是这一句 我又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呢 阿格尼哭了出来 因为我想让你活下去 露娜说 我这样 该怎么活下去 好好吃饭 睡觉 起床 和我一起 我做不到 至少 先活过明天 两人 就那么在海水中站着 那是超越想象的痛苦 阿格尼回到正常的生活 她的胃 终于可以装下食物 但她却什么味道 也尝不出 假笑越来越真 但她自己的感情 也越来越难表现在脸上 大家都越来越信赖阿格尼 可阿格尼 却越来越睡不着 特纳生下了孩子 大海 又开始结冰 欢迎回来 哥哥 特纳的孩子 被取名为伊亚 她冲了过来 抱着了刚刚劈柴回来的阿格尼 而阿格尼 也用右手摸了摸她的头 右手已经长好 从那天开始 已经过去了十年 伊亚十分喜欢阿格尼 总爱黏着她 但阿格尼的痛苦 一天都未曾减轻 她在树林中自杀 但又一次的失败 夜晚 特纳说起了十年前的约定 我本以为长大了 生了孩子 这一切便会过去 特纳说 但是我现在仍然 甚至更甚于当时 拜托你了 杀了严全 露娜躲在一旁听着 深夜 露娜和阿格尼 躺在床上 她问起了严全 阿格尼说 严全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全身都被火焰包裹 大人也好 小孩也罢 都会被她烧死 在这的大家 他们的家人 都是被严全杀死的 阿格尼说着 所以我要 我必须 要去杀了那个严全才行 不能杀人 露娜说 那火 会传到哥哥身上 绝对不可以去 可只有我 能杀他 但是不可以 我一想到哥哥 心里就暖洋洋的 要是哥哥死了 我想到哥哥 一定会很难过的 露娜 在阿格尼的耳边说着 那样 我也就活不下去了 这可不行 阿格尼闭上脸 如果 我其实就是严全 露娜会怎么办 那你也要答应我 再也不杀人了 谁都不可以 人们情绪高傲地喊着严全 一个拿着枪的男人 站在有一双一支的人面前 给教主大人一个忠告吧 杰克说道 你就扮演自己心中的严全就好 这样人们便会从你身上 看到他们理想中的严全 丧 人这东西就只会相信 他们想要相信的 人群的中央 一个男子赤裸着上身 自信地笑着 虔诚的教徒 经过漫长的时间 便也可以成为教主 聚集在一起的人们 高呼着严全 桑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 安静地看着 这个人私下里拉帮结派 想对我们阿格尼教不利 就和那个背叛者尤达一样 桑向教徒们 宣告着眼前之人的罪行 而那人却对着人群 说起了严全所做的事 烧毁 烧死了被西姆德鲁克无数的人 那严全只是一个杀人狂 你们却要把他作为神 来顶礼膜拜 这也太疯狂了 桑听着微微一笑 那被西姆德鲁克 只不过是被尤达支配的 一座奴役无辜人民的邪恶之臣 而阿格尼大人 则是从天而降 把我们从那谎言 与演技中拯救的神 被阿格尼大人燃烧的生命 会去向太阳 那里没有大雪 没有饥饿 也没有疯狂 有的只是安宁的日子 和阿格尼大人的慈悲 桑的话语 能够感染人心 男人还想反驳桑 可桑却不再给他这个机会 你马上就要死在 阿格尼大人的雷霆之下 被大雪掩埋 堕入地狱 人群中再一次爆发 激昂的呼喊 男人正正地看着 你不开枪吗 桑问道 男人似乎醒悟了过来 他双手合十 希望桑能原谅他 你这骗子 桑非常生气 他引用起了 眼睛的段落 真诚不伪装的人 会被险恶的恶人 用谎言和表演拦住去路 在风雪的山谷里 用爱心和善 来带领人们的人 神会赐福于他 因为他才是 保护兄弟姐妹的人 给迷茫的人们 带来光明的火焰 所以 我们要制裁你这个 想要谋害我们 兄弟姐妹的东西 当你受到我们的复仇之后 你便会感受到 我们主的存在 男人仍旧 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突然之间 桑以极快的速度消失 和他一起消失的 还有男人的头 那速度就如同闪电 桑飞起的一角 直接将男人的头颅 砸在远处的山上 那脸已经完全变形 桑则面对着天空 念着阿格尼的名字 老旧的楼房中 桑 杰克 和恩雅 这一奇怪的组合 正一起在房中抽烟 经过了十年 阿格尼教 已经在这里成功立足 村子 也几乎没有质疑的声音 恩雅的大树计划 虽然失败了 但是也还是让世界 稍稍回暖了几年 如果计划能成功 那么人们 就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 杰克向桑提议 去把尤达给抓来 桑通过调查 知道了此刻阿格尼 正和尤达一起生活着 但面对杰克的提议 桑又引用了严禁的内容 杰克打断了桑 那些话语 只不过是三人 一起编造出来的 如今 阿格尼教的所有人 都在期望着尤达的死 但桑明白 如果把尤达抓走了 阿格尼会伤心 杰克告诉桑 可再这样下去 整个世界 又会被冰雪覆盖 全人类都会死的 阿格尼大人不会 他身上 有着神圣的火焰 桑说道 在他的心目中 阿格尼大人的幸福 要比任何事 都更加的重要 桑起身离开了房间 奈奈特 在门外听到了一切 他告诉桑 无论桑想做什么 都可以 但是不要破坏 人们在这里的生活 桑答应奈奈特 接着便是一阵沉默 房间里 杰克和恩雅 仍旧在商讨着 如何将尤达抓来 他们得知了 阿格尼的火焰 已经被尤达熄灭 现在只是一个 单纯的再生祝福者 那么 要派谁去呢 恩雅问 就让那些 被阿格尼和尤达 杀死了亲人的复仇者们去吧 充满恨意的队伍已经集结 仇恨的连锁 仍在这片大地上延续着 另外一遍 阿格尼 露娜和特纳的孩子伊亚 在冰面上钓鱼 摩托的声音 停在了不远处 三人有些紧张地望去 奈奈特举着双手 站在那 阿格尼认出了她 我没带武器 只是想来和阿格尼谈谈 奈奈特朝着三人喊道 伊亚听到阿格尼的名字 十分吃惊 奈奈特看着眼前的男人 难道说 你就是阿格尼 奈奈特确信了自己的猜测 她告诉阿格尼 她有很重要的事要说 阿格尼让露娜 带着伊亚回家 并让她不要担心 阿格尼来到了奈奈特的面前 火真的没有 你知道 为什么火会消失吗 奈奈特好奇地问 因为露娜的祝福吧 过了这么多年 阿格尼已经完全 活在谎言之中了 奈奈特有些吃惊 看来阿格尼已经把失忆的尤达 当作了妹们 当他们在重建 因大树爆炸而毁灭的家园时 阿格尼却在这 和仇人玩着加加酒 尤达不是害死你妹们的罪魁祸首吗 你真的清楚吗 奈奈特质问阿格尼 阿格尼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又没能说出口 奈奈特告诉阿格尼 明天晚上 他们的人会来着抓走尤达 并且会把除了尤达以外的人 全部杀死 如果你不希望和你玩加加酒的人都死了 那就在那之前 把尤达交给我 这就是奈奈特此行的目的 奈奈特接着说 他们正准备 用尤达来温暖这个世界 在这和阿格尼一起生活的另外四人 阿格尼 你忍心 让他们冻死吗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阿格尼问 桑曾经悄悄地来看过你一次 但他明知道你们在这里 还故意不说 奈奈特回答 桑 他也还活着吗 阿格尼有些不敢相信地问 奈奈特告诉阿格尼 桑最大的愿望 就是让阿格尼幸福 比起人类 比起村里的人们 他更希望阿格尼能开心 桑是真的把你的演技当真的 所以把尤达交给我吧 别让他太难做 阿格尼没有回答 明天晚上 我会再来一次的 请你在这之前 做好准备 是拯救全人类 还是包庇那个 只是和你妹妹长得很像的人 奈奈特离开了 阿格尼站在原地 他的脑海中 闪过特纳 拉努 利安和伊亚的脸 阿格尼跪倒在地 奈奈特和桑的脸 也出现在脑海 最后 是露娜的脸 阿格尼拼命地捶打着地面 究竟 他该如何是好 阿格尼回到了房间 他的内心 希望有人能够告诉他 该怎么办 于是 他问了露娜一个问题 如果露娜 在一个暖炉 烧得很旺的屋子 同时外面 有很多人快要冻死了 其中有我 还有特纳他们 但你只能选择 放除了我以外的 所有人进屋 或是放我一个人进屋 你会怎么选 不能把所有人 都放进来吗 露娜问 不能 因为所有人 都害怕我 为什么大家会害怕哥哥 因为我会很容易地 就去杀人 而且杀了人 也没有罪恶感 而且 我其实和露娜 也根本不是什么兄妹 只不过是两个 没有关系的人 你 会选哪一边 阿格尼问 我大概 还是会选哥哥 露娜的回答 让阿格尼惊讶 为什么 我其实不是你的哥哥 而且特纳他们也会死 伊亚 才不到十岁 但我还是会选哥哥 露娜看着阿格尼的眼睛 为什么 阿格尼不解地问道 眼眶有些湿润 这样的回答 只会让他 更加无法做出决定 露娜站起了身 朝着阿格尼 走了过来 露娜爱着阿格尼 在这些日子里 其实她也渐渐地意识到 两人不是兄妹 如果真是兄妹 那么这么喜欢哥哥的她 怎么会没有以前的记忆 露娜这样想 那些的确是阿格尼的谎言 但阿格尼对露娜的关心 却是真实的 哪怕知道了真相 她也不害怕 因为她爱着阿格尼 哪怕以前 只是不相干的人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 做一家人吧 两人躺到了床上 事后 两人相拥在床上 碰了碰拳 约定好阿格尼以后 要只做她自己 而此时 特纳 利安 拉努 正拿着枪守候在门外 过了一会儿 他们开门闯了进来 明明是兄妹 却还做这种事 特纳说道 但他们不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 特纳从伊亚娜听说了 有人将露娜的哥哥 称作阿格尼 露娜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特纳说 她听说言权 在同伴之间 就是被称作阿格尼 究竟只是碰巧 还是说 你就是严权 午外 奈奈特带着士兵 悄悄靠近 他们已经布置好了炸药 明天晚上再来 是骗阿格尼的 奈奈特白天 就看出了阿格尼 没有想要交出 尤达的打算 大家都只不过是 活在谎言之中而已 开始吧 抓捕尤达的行动开始 炸药被引爆 整个工厂 瞬间成为一片火海 特纳起身 寻找着伊亚 阿格尼看着身边的露娜 被炸断了手和脚 利安质问着阿格尼 但阿格尼 只是去检查 露娜是否还活着 露娜的手脚迅速地复原 她的再生能力还在 突然 一阵扫射 拉努被射死 阿格尼站起身 朝着士兵们走去 她一拳挥去 但是在一瞬之间 那手臂 就被切成了许多块 怪裸男快速地突进 一直顶住阿格尼的胸部 指尖化作坚韧 刺穿了阿格尼的身体 这奇怪的裸男 连和家人 都被尤达的手下烧掉 头脑也已经变得怪异 阿格尼想要爬起来 裸男将坚韧 插进阿格尼的头颅和全身 接着又走到了尤达的身边 切下了尤达的头 可阿格尼还没有死 他拖着沾满鲜血的身体 站了起来 他将头中的刀片 转过90度 直直地从脸上刮过 化身为严犬吧 无脸的阿格尼 丧失了理智 而裸男 则全副武装准备应战 阿格尼的理智恢复 他的头被劈开 手脚被砍断 身边已然是一片废墟残骸 裸男身受重伤 坐在他的对面 每一会儿 阿格尼的伤口愈合 他对着倒下的裸男 抬起了拳 裸男的面具下 传来了他的声音 累了 杀了我 阿格尼想起了露娜 曾说过的话 如果你是严犬 就请你不要再杀掉任何人 特纳跪在阿格尼的面前 用身体阻挡着 阿格尼的拳 还高高地举在空中 滚开 阿格尼说 特纳没有让开 反而对阿格尼说 我原本是想要杀了严犬的 但现在的你 是阿格尼吧 如果杀了人的话 就没法从严犬 再变回来了 你啊 明明不会冷 却穿着衣服 明明不知道味道 却一副很好吃的样子 吃着饭 明明睡不着 却一直闭着眼 为什么 阿格尼刚想问 因为大家 一起生活了十年 就算是很任性的要求 也请你为了大家 还有伊亚 变回阿格尼吧 阿格尼想起了露娜 他要去帮她 特纳知道 露娜就是贝西姆德鲁克的尤达 他曾经见过 但是如今 特纳不再希望复仇 只是想要大家在一起 但阿格尼要去救尤达的话 还是算了 毕竟那群人 是为了尤达才来袭击的 如果你要去救她的话 你又会杀人了吧 就算露娜不在了 你不还有我们吗 特纳说道 丽安 伊亚 看着阿格尼 能把拳头放下来了吧 阿格尼 明明除了你以外 大家都在 祈求着你能够幸福 特纳用拳头 碰了碰阿格尼的拳 这样 是不要忘记约定的意思 手和手 碰在一起会疼吧 疼痛的记忆 是无法忘记的 所以这样做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会一直记住 记忆涌上心头 和尤达的 和露娜的 阿格尼露出了笑容 他站起了身 对特纳说道 杀了你父亲的人是我 还有你的家人 你重视的人 都被我烧死了 我不是阿格尼了 我是严全 我才不管 我的幸福会怎样 我至今为止 都是为了 看着德玛的不幸 才和你们生活在一起 德玛在地狱里 一定很痛苦吧 毕竟他的孩子 居然和严全 如此亲密 连孙子 也被我抱在怀里 把你们这群人 都送到地狱的话 他一定会更加痛苦吧 阿格尼说完 他笑了 甘涩的笑声 也没法掩盖 他眼角的泪水 毕竟日夜 和仇人生活在一起的 不光是只有特纳他们 特纳想要伸手 安慰阿格尼 却挨了阿格尼一拳 别挡在这 不然的话 连你也杀了 阿格尼举起了拳 威胁着特纳 伊亚看见妈妈被欺负 伸出手 对着阿格尼释放了火焰 那火焰和德玛的一样 让阿格尼想起了过去 阿格尼曾经困惑于 自己的身份 他的手脚 可以被丢到火炉里生活 后来 又能作为大家的粮食 说到底 自己不就是柴心 或者家畜 四脚教育阿格尼 人凭自己 是不能明白自己是谁的 雪被人们第一次看见时 知道了自己是白色 被第一次触碰后 才知道自己是冷的 火被人们第一次看见时 知道了自己是红色 被第一次触碰后 才知道自己是温暖 危险的 阿格尼 你也是要被大家遇见后 接触后 到那个时候 你才能明白 自己是什么 无论阿格尼 你如何认为 但是在我们看来 你既不是柴心 也不是猪 大家看见你 会感到活力 接触你以后 又会觉得你很温柔 自己究竟为何物 只有被人们第一次评价后 才能明白 阿格尼在伊亚的火焰中挣扎着 他又想起了导演说过的话 导演喜欢一个名叫 汤姆克鲁斯的演员 那名演员 无论在什么电影中 都是大帅哥的形象 不由得的 人们就会想象在生活中 他肯定也是如此吧 可是在调查后却发现 他会劝说其他演员 加入他自己入教的宗教 还在不敢置信的时候 电影里的汤姆克鲁斯 又出现了 想着也许这下 会改变对电影的看法 可是在电影中 他帅气的形象 完全没有改变 又觉得这家伙 平时才不会是那样 阿格尼在火焰中挣扎 露娜和尤达 曾让他活下去的露娜 曾让他去死的尤达 如今都化作了在他身边的露娜 在那个被露娜救回来的夜晚 阿格尼在床上向他道谢 他觉得那是非常温暖 阿格尼身上的火焰 仍然没有熄灭 他站起了身 又化作了岩泉 阿格尼转身离去 告诫伊亚 不要再用着火焰 因为这是无法熄灭的火 无论伊亚如何呼喊 留在他面前的 只剩下呼啸的风雪 尤达坐在奈纳特的车上 前往阿格尼转的据点 奈纳特告诉失忆的尤达 在很久以前 他曾经做了许多的坏事 而现在 就是要去赎清他的罪行 尤达说 他在遇见阿格尼之前 只记得一件事 那便是罪恶感 每当他看见阿格尼的笑容 他就会有一种 强烈的罪恶感在心中 甚至会觉得 自己不该活在这世上 尤达向奈纳特询问 自己以前究竟做过什么 奈纳特见尤达 没有想要逃跑 还理解得这么快 松了一口气 于是将以前 他作为教祖的事 告诉了他 另一边 杰克和恩雅告诉桑 他们已经抓到尤达了 而现在只是 普通祝福者的阿格尼 哪怕他来救尤达 也只要持续地 对他的大脑造成损伤 就能清除他的记忆 到了那个时候 你就能随心所欲地 摆弄阿格尼了 向着你心中理想的阿格尼 恩雅说道 你们还真什么都不懂 桑在窗前 微微回过头 祝福为何物 桑发问 恩雅又解释了起来 不 桑打断了恩雅的话 祝福 是阿格尼大人赐予 被选中之人的大爱 杰克听着 毫不在意地讽刺 桑认真地问 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 是吗 杰克见桑有些生气 刚想否认 但他的话还没说完 头就已经被桑给砍下 没有信仰的人 是对阿格尼的大不敬 恩雅还没从慌张中回过神来 桑继续说道 你们用着一副 看透视野的方式说话 明明就只能看到表面 却还认为自己无所不知 那你又能看见什么 恩雅问道 桑表示 自己知晓一切 他知道恩雅 逐渐不能使用祝福了 所以他才无法杀掉尤达 我全都知道 因为我有着 阿格尼大人的家户 阿格尼大人 一直在为我考虑 为我引发奇迹 这十年 也仅仅是对我的一场试炼 阿格尼大人最爱的人是我 我可是知道的 毕竟我是最信仰 最理解阿格尼大人的 阿格尼大人 说要杀了你 桑无情地说 我也可以听到 他并没有这么说 恩雅想用桑的思维方式 和他对话 可桑却说 他讨厌说谎的人 桑将恩雅 和杰克的头颅 带到人前示众 人群 依旧只是高喊着烟圈 桑向人们宣告 背叛者尤达即将到来 尤达用谎言 从阿格尼大人 和这个世界夺走圣言 如今 真是复仇之时 向尤达 降下永不熄灭的断罪之夜 使这个世界 变得温暖了 这以神之名的暴走 已经无法停止 森林沉片地燃烧 化身为岩泉的阿格尼 追赶着奈奈特和尤达 奈奈特手下的士兵 主动留下争取时间 阿格尼将燃烧着的树盖 朝士兵们扔来 被砸中的士兵 瞬间葬身于火焰中 士兵中 有能够使用兵能力的祝福者 他为同伴 挡下了阿格尼扔来的树盖 但是阿格尼却将自己的头颅 扔过冰墙 并在瞬间再生 接着用手抓住了 祝福者的脚 一旁的士兵猛烈地射击 阿格尼的再生 却变得更快 一拳又一拳 没过多久 士兵们便纷纷倒下 最后一人看着阿格尼 举起了手枪 对准自己 那么 在地狱再见吧 就这样 阿格尼一路追赶 一路将所有的森林 和士兵都烧成灰烬 求求你 不要再向前了 士兵跪下 祈求阿格尼 你要去的地方 有我的孩子和爱人 火焰已经烧死了我的父母 你的失恋 我已经精力够了 请您发发慈悲吧 阿格尼大人 士兵紧闭双眼 将手掌 合在眉间 苦苦哀求 阿格尼走到士兵的面前 他将手 放在了士兵的头上 说道 我 不是阿格尼 尤大和奈奈特 回到了据点 人们却对着汽车 扔起了雪球 这不对劲 普通的信徒 并不知道抓捕尤大的事 奈奈特说道 这一切都是桑的计划 奈奈特把尤大压下车 桑在人群中站着 他高声呼喊 尤大的名字 接着说道 曾经欺骗了 善良的贝西姆德鲁克 市民们 并蚕食他们的泪 与悲悯而苟活的恶魔 我的名字叫做桑 是要用圣言叫你焚尽之人 人们的情绪 被桑带动了起来 齐声呼喊着言权 奈奈特不明白 他们抓尤大 并不是为了将他处死 但桑 似乎有了他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让世界继续变冷 人们才会更加的幸福 只有在寒冷的时候 人们才会感恩于火焰 互相拥抱 也更能体会到他人的温暖 感知到阿格尼大人的契机 也会大大增加 桑福在奈奈特的耳边说着 奈奈特高声反驳 罐头总有一天会吃完的 那样的话 大家都会死的 可桑却说 死掉的话 大家便能皈依于阿格尼大人 奈奈特见说服不了桑 于是转而对人群喊道 大家听着 根本没有什么神明 我全部都可以说清楚 奈奈特 把阿格尼只是一个 披着不灭火焰的 再生祝福者的事实 告诉给了众人 你们所信仰的阿格尼 才不是什么神明 他只是个可怜的人 人群并没有骚动 只是一言不发地站着 桑把恩雅和杰克的头 丢在地上 他说道 你们总是自认为 是最贤明的 这些事 你是听谁说的 亲眼所见嘛 仅仅是个可怜的人 如果仅仅是个可怜的人的话 又怎能忍受 盛宴带来的激痛 火焰可是连氧气 都能燃掉 这样的话 如果只是个可怜的人 不是连呼吸都做不到吗 桑愤怒地吼道 他蹲下 抚摸着地面 那火焰 直到燃尽一切之前 都不会消失吧 那为什么阿格尼大人 所经过的土地 不会被点燃呢 奈奈特无法回答 不是都能说清楚吗 回答我啊 桑站起了身 我就可以说明一切 阿格尼大人的火焰 并不是祝福 而是奇迹的盛宴 奈奈特 你相信这未能亲眼所见之事 和这里的信徒 不是一样吗 你会相信 那些符合自己经验 与知识的事 但我 可是亲身经历过 用我的这双眼睛 我曾经向神祈祷 阿格尼大人便来了 然后 我便被盛宴所救 每当我祈祷 无论多少次 阿格尼大人 都会来帮助我 所以我信奉着阿格尼大人 阿格尼大人 是神 沉默的人群 再一次爆发出 震耳欲聋的呼声 与之相比 奈奈特辩解的话 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桑递出一根木棍 并用能力将其点燃 如果说 阿格尼大人 仅仅是个可怜的人 那你 倒是忍耐住这个火焰 给我看看 一旁的尤达 不忍心看到这样的场面 主动提出 自己成为树 来拯救大家 桑手中的木棍 生根发芽 瞬间就成为了一棵小树 桑抓住尤达的脖子 将它高高地拎了起来 你就因为独占着 阿格尼大人的爱 你就 桑看着尤达 发现两人的脸 并无太大的差别 为什么不是我 突然 桑松开了手 尤达跌到了 奈奈特的身上 桑看见了那个人 人们也都看见了 大家跪倒在地 双手合十 奈奈特十分惊讶 而桑却几乎要喜极而泣 阿格尼来了 阿格尼大人 桑轻声地说 阿格尼拖着两具 焦黑的尸体走来 那本应完好的左脸 此时也被火焰覆盖 你是谁啊 眼前的人 并不是桑印象中的阿格尼 那如同恶魔的脸 早已丧失了理智 桑慌张了起来 他抓起尤达 让尤达把阿格尼变回去 但尤达明白 那就是阿格尼 哪怕脸不一样 他仍旧是阿格尼 可桑却说 他讨厌那张不一样的脸 阿格尼走近 那燃烧着的脸 发出了声音 把露娜还给我 桑低着头 站在人群的前方 把阿格尼大人 还给我啊 突然一瞬 桑来到阿格尼的身后 他用脚放出雷电 狠狠地打在了阿格尼的身上 接着 他又来到阿格尼的正上方 以及洛雷将阿格尼 连同房屋全部破坏 可这攻击 对阿格尼没有作用 阿格尼飞快地再生 立刻又站在了桑的面前 桑欲发的狂躁 他大喊着 要把阿格尼从那躯体中 解救出来 阿格尼从废墟中 抓起一个受伤的人 朝着桑扔去 桑利用雷 挡下了这一击 但阿格尼的这一行为 再次挑战了桑的理智 他心中的阿格尼 才不会做这么残酷的事 为了正义而生 打倒邪恶的英雄 那才是他心中的阿格尼 桑大喊着 将棍子插进了阿格尼的头 他恨眼前这张反派的脸 将雷狠狠地披在了阿格尼的身上 阿格尼的意识 开始游离 那一继续活下去 又再一次地想起 燃烧着的脸 逐渐复原 理智 也随之回到脑海中 为什么我在这儿 阿格尼的眼前 又是一片废墟 他拼命地回忆 却只能记起一股杀意 可这杀意 却找不到目标 是德马吗 不对 是兵之魔女 还是尤达 杀了尤达 杀了 严全 阿格尼的思绪 混乱不堪 你不用杀了严全 你 不就是严全吗 桑对阿格尼说道 阿格尼抬起头 惊讶地 看着长大了的桑 桑也十分开心 阿格尼大人 终于回来了 可是下一个瞬间 他的笑容又消失了 这 该不会是演技吧 演技 阿格尼不明白 桑在说什么 但那雷 却又一次地 披在了他的身上 桑看着阿格尼 焦黑的尸体 却对着天空 祈求着阿格尼的归来 突然 在那焦黑的拳上 那一直用来碰拳的地方 燃起了火苗 想活下去 阿格尼用拳 碰了碰桑的脚踝 那烈焰瞬间蔓延 而阿格尼 却又重新站起了身 桑祈求着阿格尼的拯救 就如同过去那般 可这一次 却没能奏效 谁 阿格尼 甚至都忘记了桑是谁 桑就这样 在火焰中 呼喊着阿格尼死去 尤达冲了过来 抱住了阿格尼 阿格尼连尤达都忘记了 他只记得 必须要杀死谁 是你吗 阿格尼问尤达 尤达拨开了阿格尼 右脸的火焰 清了上去 你已经不用再杀死谁了 对不起 一直让你扮演着哥哥 你现在不再是主人公 不再是神 不再是复仇者 也不再是严权 这一次 你就成为自己 所想的就好 这便是我的愿望 卢娜 阿格尼似乎想起了什么 活下去 尤达摸着阿格尼的脸说道 接着 他破坏了阿格尼的右脑 奈奈特冲了过来 他看见了 失去一边脸 已经焦黑的阿格尼 然而 那尸体的边上 是两个赤裸着身体的人 尤达站起了身 就在刚才 他恢复了记忆 他请求奈奈特 让阿格尼幸福 这便是他成为树的条件 可是 奈奈特看向了桑的尸体 他对桑 有特殊的感情 可是现在 需要他给这个杀死了桑 杀死了那么多人的家伙 带来幸福 如果做不到的话 你就扮演那个 能做到的自己吧 我活了很久 在扮演过无数角色后 稍微明白了一些 人都会慢慢成为 自己想成为的人 尤达对奈奈特说 阿格尼如今 已经完全没了记忆 就这样 犹大原地生根发芽 逐渐成为了一棵树 在阿格尼七岁那年 他的父母 每次都只吃一点点食物 他想 大概是家里的食物 已经耗尽了 于是 他和露娜看见后 也开始少少地吃 有一天 母亲发现了 他既愤怒又悲伤 之后仿佛在道歉一般地 对阿格尼和露娜说道 放开肚子吃吧 好好吃饭 然后长高 长大吧 露娜以为被骂了 哭了起来 而阿格尼 却为了让母亲心安 说了一个谎 他告诉妈妈 他和露娜 在山上发现了好多芋头 并且都吃掉了 所以他们都吃饱了 睡觉之前 阿格尼和露娜 在床上说话 没想到露娜 把哥哥撒的谎当真了 虽然想不起 是在哪里 又是如何找到 如何吃掉的 但却真的以为吃过 露娜告诉哥哥 他的肚子 被没有吃到的芋头 称得饱饱的 阿格尼笑了 虽然他们常常 饿着肚子睡不着 说一晚上的话 但在那一天 他和露娜 不知为什么 很快地就入睡了 阿格尼独自一人 坐在电影院中 荧幕上 没有播放任何影片 一个穿着军装的人 走到阿格尼的身边 对他说道 桑大人 奈奈特大人 他即将原济了 明白了 桑说道 桑离开电影院 房子的外面 是沉片的麦田 和远处高耸的大树 桑来到了病房中 他跪在奈奈特的身前 换着奈奈特的名字 奈奈特醒来 握着桑的手 他说起了电影院 虽然造好了 却一次都没有放映过 桑说 之后的事 就交给他吧 奈奈特却感慨 桑还是这么擅长撒谎 他知道 桑最近在尝试 各种自杀的方式 作为桑而活着 很辛苦吧 即使作为不一样的自己 你要好好活下去 奈奈特说道 桑想知道 在他成为桑之前 到底是谁 姐姐 你把我当作桑的转世 养育成人 但是在这之前 我到底是谁 我好像是一直 在追逐着谁 桑说着 奈奈特却闭上了眼 彻底地离开了 在田野边 那穿着军装的男人 叫桑为老师 他递给了桑 一颗药丸 那是旧时代 有着再生祝福的人们 自杀所用的药丸 我认为 您还是趁早死掉 好一些 学生的话 并不是威胁 在半年前 许多旧时代的武器 被挖掘了出来 如果使用了之后 很可能会产生 永不消散的毒物 如果到了那时 只有桑老师 无法死去 实在是太残忍了 您还是用这个药板 能够安详地死去 桑生了生懒腰 为了守护麦田 却散播毒物 真是不可思议 学生说 无论选择哪一条路 人类都快要灭亡了 这片土地 因为恩灵优达之处 所以才能种植作物 但在其他地方 都还和以前一样 而眼前的土地 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法再实用 地球早已经腐朽了 话题结束在了这里 学生离去前 将部下找到的摄影机 交给了阿格尼 他知道 那是阿格尼喜欢的事物 阿格尼来到了电影院 看起了那摄影机中的影片 那影片是黑白的 也没有声音 也不知道拍摄的是什么 桑只看明白了一点 那个全身燃烧着火的男子 就是主角 影片中 全是他的镜头 他一直持续着战斗 可是为何呢 为何战斗 为何杀人 又为何被杀呢 影片中 只有过激的画面 完全不明所以 那个男人 一直在燃烧 桑在不知不觉中 握紧了拳头 尤达之树的树枝 朝着宇宙身去 在那树中的尤达 能感受到的 就只有虚无 不知不觉 他似乎忘记了 自己为何在此 所以 只能在脑海中 不断重复 他是为了一个男人 才给地球带来温暖的 他伸展着根 不断地从其他星球 夺取能量 祈求着男人的幸福 男人的名字 自己的名字 都已经忘记 唯独没忘的 只有自己的使命 至少 要给那人幸福 不然他就会在这虚无中 永远地厚恶下去 尤达忘了自己在哪里 忘了他为什么在这 也忘了他是什么 究竟要持续多久 尤达 有时候会祈祷 为一个不知道 是谁的男人 而祈祷 这能让他稍微好受一些 尤达发觉了一件事 如果他用那不可思议的力量 回掉自己的大脑的话 就能终结这份虚无 但是他也明白 这并不是真正的终结 而只是新的虚无的开始 自己究竟为何而生 为何而思考 生下的蓝色球状物 在很久前就破碎了 那应该也是 有着某种作用的吧 尤达在这人类 无法想象的痛苦中 在这无论如何 都只剩虚无的意识中 请求着 谁来救救 他睁眼 一个人影 出现在他的眼前 两个人靠在一起 没有声音 但是却能沟通 那人一直在宇宙中漂浮着 他说他名叫桑 并问尤达叫什么 露娜 早就已经没有记忆的尤达 脱口而出 不知为何 两个人都哭了起来 接着 又笑了 之后 两人只是稍微地聊了一下 然后桑也睡着了 接着露娜 也一起睡着了 就在这虚无中 不知在何处 不知是否 是同一个宇宙 同一个时空的某处 电影散场 男孩带着女孩 两人边说着 边笑着 其实没有一屈 这个大火 翼城 零 岗 零 零 什么 明镜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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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